大約是十幾年前我們一起做一個教育部的計畫 希望把所有人文跟藝術選門的這些 所有的這些特色、問題 改進了這個意見 然後就是做完成交給教育部 想想十幾年前我們都還是年輕學者 現在已經不太年輕了 然後今天很難得喔 要密碼 那個密碼 很難得因為鄭老師他在陽明是有行政職務 他是現任的學務長 我那時候鄭老師跟我決定這個時間 2019年的最後一天 我就有點擔心 學務長不需要在學校做證嗎 所以我以為不用 你以為不用其實是要的 但是沒有關係 既然已經時間 我們很早就逮住這個機會 可能演講完鄭老師又要趕回去了 也不一定 晚上要到山頂操場陪校長跨年 對 媒體也要跨年 一定學校長一定要跟學生一起 那個我可以帶幾個一起回去 如果要去陽明看 不過說的其實比較精采也是正大 比較近101啦 對呀 陽明太遠了 30分鐘就到了101 對 你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說 欸 請 不要在這邊 不是 就是你回去帶陽明 在信義區的附近 我有幾個私房經典 解釋一下 對 對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開始合作以後 我們就接著就開始就我們各自的專業領域 宗教與哲學做很多的這種對談 我也經常去參加鄭老師 直接有關於心智哲學 還有腦神音科學研究的一些對話 然後鄭老師也對伊斯蘭產生了興趣 所以他參加了很多次我的主持的伊斯蘭讀書會 對 對 所以沒有可能要稍微 你要自己操作 對 然後那個燈的燈就好 對 他一直這樣 移到 移過來就好 他一直在讀書室 所以跟這一次不太一樣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我想說鄭老師的演講應該是很特別很不一樣 我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我剛剛已經把這個伊斯蘭哲學的脈絡 還有老師的音科學 你再做了一些 就是所介紹 還是很難得在2019年最過一天 跨年的之前 聽鄭老師的演講 我們再度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感謝鄭老師 那時候約好說10月31號 我們都覺得有點高興 說可以一起跨年 所以感謝鄭主阿拉的帶領 這個 大家先要懺悔這個遲到 因為這個學務長工作有點忙 就是學生沒熱水啊 還有這個 嗯 有頭盔的啊 男生頭照男生啊 在那個這個灌旗間啊 等等等等 你想得到的跟想不到的 揚敏這樣的學生也會做這種事 有 就是揚敏的學生的這個狀況 就不是打架的那一種 這是比較內心系的 比較精神狀況的 這個是比較多 所以是比較鬥志的 這樣的狀況 那對啊 剛剛就是也回想跟蔡老師 這樣子 相識合作也十幾年 這個一直走到現在 然後越走越深入 那今天也算是有一點 報告一下 大概過去幾年 特別是去年 那因為我當了六年的行政 那去年終於 就是有一年我就休假 那到了那個先前半年到芝加哥大學的神學院 所以我也走到這一步了 真是這個高興啊 來練哲學這樣 那 就是說我的host 那個接到我的學者 他是做裝子跟博學 那這個就 美國的這個哲學系比較 我是說比較保守 像這邊沒有哲學系 特別是做分析哲學的 那 所以他們就說 做中國哲學 佛學這些 通常他們就沒有放在哲學系 他們可能放在東亞研究 或者放在宗教系 那 所以我就到了神學 那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後來再下半年就到那個 郭泰瓦大學 我的腦科學研究所 所以等於是 我做的東西剛好這兩塊的結合 所以今天會有點報告一下 這個 腦科學跟裝子 怎麼樣結合在一起 那如果能再跟那個 伊斯蘭哲學結合在一起 那我可能可以上外太空了 所以這也是這個 看今天要怎麼樣進行 這個 很抱歉遲到半小時 看看是 是可以怎麼樣彌補 因為我們本來也就是說 校外演講 就是可以 只要兩個小時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的課只三個小時 兩點到五點 那所以說這個都還是在 時間化 那這樣我會比較放心 這樣我還多半小時 對 那我東西有點多 所以我會希望是 我們就講 基本的想法 基本的一些靈感 當然我東西都有在裡面 然後 也希望 蔡老師還有各位 這邊的 這個老師跟同學 可以隨時交換一件 這樣的方式可以嗎 可以 那我 那個門就關起來 因為今天比較難 然後這個燈需要關一排嗎 對 有辦法嗎 可以關 還是要關前面 關前面就好 好啊 這樣會比較 視覺上比較 舒服 中間也 中間 中間 中間再試一開看看 好 這樣應該不錯 好 那我的這個第一個 就是接到我的學者 是叫這個 他有個中文名字叫任伯克 那他是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一個學者 嗯 他其實 大學畢業就有來台灣學中文 但他到務工工作 有一個全職工作 大概三年吧 那他那時候很幸運 他就找到一個私屬的家教 叫做新義雲 對 就是建宗 以前是建宗的國文老師 他是前幕的這個聽說是關門地址這樣 嗯 所以我如果大學有這樣教教 我今天應該就是這樣而已 這樣 或者應該不知道會到哪裡去 那所以他等於是 這新義雲打開他整個人生的視野這樣 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非常的博學 他非常的深厚 那這任伯克是這個 從小 對 因為他 你可以講一下他的一些狀況嗎 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他的父親是 小時候是那個 蘇聯的猶太人的移民 他是天才的這個小提琴的兒童 但是因為要養家 所以他後來就當精神科醫師 這樣 那他就把這個衛敬的這個小提琴的這個志野 就灌注在他們三個小孩的身上 那所以三個小孩都很慘 那他大哥最大開始老大 所以他們都以各種形式去散畔這樣 所以他大哥後來就這個 學絕世樂 你知道 就沒有文法了 那這樣還沒有這個 那個 補憑他的這個 trauma 傷痛 所以他後來就要印尼學尼學音樂 跟我們的蔡忠隊的老師同事通通 這樣 那他現在是這個MIT的音樂學的講座教授 就是還是那種才華還是有點長不住 然後他是老妖 所以他大哥也會保護他 但是呢還是受傷婆身 那種父親的那種權威其實是 那時候就很佛不來下去 然後就看這些東西 然後大學 所以他就一直在找那種 他最近在寫一本新書 像是說這個 Tour the Abbey of God 就是 反正就是跟上帝的反面的他都好啦 那所以他就是 就是要找到一個文明 一種空氣他可以呼吸 那裡面就是沒有一神的籠罩的 這樣 這是他一生的這種功課 這樣 這是他的狀況 那這在那個文明長大 我覺得我們比較難進去那狀況 之前我接待一個瑞士來的一個學生 一個姑娘 那他說因為我跟他講我們怕死這樣 那我這樣講是有深刻的體會的 這種死亡帶來的那一種虛無感 但他說他不怕死這樣 那就引起我的側目 那我就說那你有什麼恐懼的 他就說 他就有一種罪惡感這樣 他希望他最恐懼是他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很innocent 這種很innocent 無罪的或者沒有羞恥感 不羞恥感沒有罪惡感的 可以站在類似上帝前面 當然他沒有信上帝 不過類似這樣的意思 那我說這種感覺我一點都沒有啊 我很自在啊 站在這邊 當然有時候會做壞事 有很多秘密不能講 但是我覺得我過得還不錯啊 沒有特別難過啊 所以那一種西方人的這樣的處境 這個我覺得是好像中方人不太容易進去那個狀況 那他有一點就是在那個一神論的上帝的那樣的文明下 他說他無所頓逃 他現在書正在寫 那前面他算是這個幾乎是自白啊 把這種這個非常的這個存在的處境把它 還寫得還蠻清楚的 所以還蠻好看的 那所以他就很這個 所以在尋找過程上就非常的高興的 這種就在 在亞洲 你說在這個所謂中華文化的這樣的一個脈絡下 他發現說可以有一個地方 可以沒有上帝 那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解脫 這是他的狀況 所以他就非常的這個 所以他做的學術是很真實的學術這樣 他做天台佛學 那也做莊子 那莊子是他的最愛 那他最近就把莊子的全文 內篇外篇雜篇全部翻完 這個是需要蠻大的一個願力 那他就把它完成了 這樣 這樣的一個人 那大概是2010年左右 是我那時候在新加坡國立大學 在那邊訪問兩個禮拜 他剛好在那邊客座 所以在那邊跟他認識 那這十年來就是斷斷續續這樣聯絡 因為他很低調很內斂有點害羞 那所以一直到最近才慢慢 這個有點鎖起來 那一直到去年我想說要出國一年 那我也蠻投入莊子 那我就想到他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機緣 然後這也都才去年夏天的時代 感覺為什麼那麼遙遠 這樣 這是那邊的校園 然後這 那個好景不長 這個冬天很快就到裡 然後這是他們的神學院 在這邊介紹這個 可以嗎 可以 中醫 先把一個情境 對 中醫這個覺得 這個委屈過 是喔 好 這晚上上完課的狀況 然後呢 那邊神學院學生就有 不少是佛教徒 這兩個都是美國的小孩這樣 都念神學院 那其實他們都是大學都念哲學系了 然後這個前面那個 所有的這些道具 這些佛像什麼 都是他們的這個貼身的東西 他們是來真的 他們是真的 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也跟他們一起早上 八點就去跟他們先打個坐 打個半小時再去上學 那他們會唱心驚驚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用英文唱 然後我說等下忍住不笑出來 什麼 No ears no eyes 那什麼 那覺得非常的直白 No ears no eyes no 那什麼 但後來想說 中文其實也是翻譯過來的 這樣不可以笑別人 可是那個圖像 那個畫像 佛像 那個雕像是佛像沒有 可是那個畫像好像印度教的 是喔 然後 這是 右邊 右邊那個有去印度 可能是從印度買回來的 這樣 好 所以那神學也是算他們的佛學重生 對啊 他們還滿開放的佛學啦 基督教 伊斯蘭 裝子佛學 這些都有 那晚上他們也 他們這個 就在那邊有銀師啊 一些樂器這樣 好 那我第二個host 是這個 他是也滿有趣的人啊 跟他現在算合作得越來越深入 也合作了十年 那他其實是有點 三個身分 就是 也是精神科醫師 然後是MD 然後是這個 腦科學跟哲學的雙博士 所以有三個知識背景 那算是滿 也滿特別的 那因為他做的東西 這是今天的主題之一 就是需要這三個領域啊 因為你要研究自我意識的神經基礎 那這兩個 我們當然就覺得說 這個自我意識心靈這種東西 這個是大腦產生的 這個應該這樣講 大概沒有什麼意外 沒有什麼太正義 但是你仔細去看說 這個腦跟心靈這個要放在一起 其實不好放耶 你說大腦它在裡面發生的 這是各種化學的變化 你可以量測到很多的電波 很多化學物質 這些 但另一方面你說心靈意識思考感受 這個你可以用物理化學的方式去量得到嗎 觀察得到嗎 觀察不到啊 所以你說真的要說 研究所謂的心靈意識的神經基礎 這要怎麼研究 所以 主要的這個研究方式 當然就是去找它的correlation 你這邊有什麼樣的刺激 有什麼樣的痛覺 你可能說痛啊怎麼樣 然後就掃你的大腦 看哪一個區塊在激發 所以你就找這個 認知的刺激跟這個腦噪影這邊的變化 這個相關聯 那這樣的研究 可能也是有點有趣啦 但是你說有真的能夠 這個打到一些要害嗎 可能沒有 它就會覺得沒有 那所以它做的 那你真的要讓腦跟心靈發生 比較實質的關聯 你需要哲學啊 因為這當中需要去理解到底你在做什麼事情 這邊就需要哲學的一個狀況 那很多的認知這個神經科學家 他可能這心靈的東西就直接把它掃到旁邊去 要嘛就否認它的存在 要嘛就承認它存在但不知道要怎麼辦 但號稱那個就不屬於科學研究範圍 所以其實某個一場研究心靈跟意識 差不多跟研究怪力亂神其實是差不多啦 可以嗎 我剛剛講過 謝謝 所以在兩年前我就在雅銘那邊 跟幾個醫學院的老師一起開課 其中一個叫謝仁俊 他是我們雅銘大學的腦科學的招牌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外科醫師 叫做陳維雄 他是醫學院的前院長 他一個周成功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科學家 然後我們就開了一個叫BBMS的課 叫做Body,Brain,Mind,Spirits 但是那陳維雄他堅持要把Spirits放上去 這樣算你可以認可 我們來說弄到Mind就好了 這Spirits在楊銘那邊放Spirits 怕這課會被擋 但是他說不過醫學院院長說要放 這個沒人敢擋這樣 那他就是說在做外科醫師 他說其實最重要的功夫是要正心成意啊 這樣的一個很有佛性的一個醫生 那當然我要講這個是要講說 我們那門科就有請李士誠啊 還有這個朱惠慈啊 這些做靈體治療的 可能會你們宗教所可能會有點熟悉 到我們那邊去演講 那那時候我要寫課綱嘛 就是要審課綱 其實這課正常是不會開得出來的 但是還好有我我是念哲學的 這是我的專長 就是你要給一個論述 所以這開課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 我的論述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一套 就基本上你研究意識心靈 自我這些現象 這些現象其實你用現有的任何的科學的方法 遺跡你是沒有辦法去量測的 那你說那些所謂你把他們說怪力亂者那些現象 好你說那沒有辦法被科學所檢驗 那意識就可以嘛 所以但是現在整個在學術界 你研究自我心靈意識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最重要的題目啊 然後發現那個DNA是生命的這些源頭的那個叫Creek 還有另外一個瓦森的這些生物學家 就說這個意思是人類的整個科學研究的最後之謎啊 這樣 所以現在研究這個意思是顯學 那同樣的你說我們那時候請這些 有一些正義性的這些學者來 也是剛剛好而已這樣 好所以我講這個叫說 你要把大腦跟意識放在一起研究 這個需要現有的科學以外的資源 那這資源呢你很自然你會從哲學跟宗教去找 因為這些心靈的現象就是幾千年 就是困惑這些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宗教家 不管是從學禮或者從這個體驗或者從功夫 或者從神起到山洞裡面打坐幾十年 像莫安莫德這樣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在那樣的空間 意識發生什麼變化 他們有直接的狀態這樣 那這些就是在哲學跟宗教 就是累積非常多的豐富資源 很自然可以被你在做所謂科學研究的時候 可以去擷取這樣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是我的 也是因為差不多十年前認識他 那時候認識他就 也是莊子的緣分 那時候就北一有一個叫蘭廷一個美國人 也是研究這塊領域的 就邀他來我那時候服務的單位演講 我那時候在中正大學的哲學系在嘉義民雄 鳳梨田的一個包圍的一個大學 然後他演講完就問他一些問題 聊得還滿開心 所以他就問我說 你做什麼研究啊 那我就說我做心靈意識的研究啊 這樣自我這些 他說那你有沒有paper可以寄給我看 我說好啊 那我最近有寫一篇自我的文章這樣 然後但是那這篇是我有史以來寫最好的 這樣是我的得意之作 我講話很少這麼有自信的 然後但這篇是莊子耶 莊子的談自我這樣 結果寫莊舟夢蝶 結果我那時候就2009在Vincent 就頓悟莊舟夢蝶在講自我的本質這樣 後來就把這個寫成一篇文章這樣 那從此我的人生就開始這個 產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此從黑白邊彩色這樣的狀況 然後再鋪陳我跟蔡爾斯的合作更深刻的基礎這樣 那所以他說欸莊子沒關係啊 你還是寄給我看啊這樣 所以我就寄給他 然後他兩天就給我回信 給了六頁的comment 六頁 這樣 那他很喜歡莊子 或是我寫的莊子 然後但是最後對自我的本質 到底怎麼樣他不同意我的莊子的看法 因為他的老祖宗是 他德國人 然後他的祖宗是康德 那康德那邊 對自我是比較 雖然是比較在經驗上看不到 但是在一個操驗的範圍 還是我們得要有這個自我 那我的莊子是比較接近無我觀 這個如果等一下有機會可以再講 所以他不太同意 不恰恰就是在這不太同意的基礎上 我們就開始合作這樣 一直到現在 好 所以那這兩條線 就是過去十年也都沒有什麼重疊 一直到去年 就這樣慢慢匯集到現在的狀況 所以有些東西真的 在阿拉的眼中思念可能一眨眼而已 可能一眨眼而已嘛 對 好 所以他沒有淤金香 然後 我這個 因為之前當六年行政實在是 太那個 太慘了 所以我去年呢 就也 這個很清楚知道 這個絕對不要只是在讀書 這樣是在 非常的 不好 所以我也跑到 紐西蘭去參加 有一個 Mountain Run 這個 如果各位有愛好運動的 各位朋友 所以他在南島 有一個叫Cost to Coast 就從南島的這個西岸 然後呢 你用三種方式 就是 騎自行車 然後 跑三 那 跑三就像那樣的三四 這五分之一勉強能跑 其他都用爬的 或者要射西二十幾次 那鞋子都沒鋼過 這樣 那三十 三十一公里 這樣 然後再泛舟 然後全場其實是243公里 全場 然後那個精英組是一天可以完成 這樣 那冠軍是13個小時 你想像一下 那個是 就野獸的一個 一個狀況喔 那個根本是野獸 這樣 那冠軍 然後 那一般組 一般組也是很厲害的 那個大概兩天 那我沒辦法 連兩天的我也沒辦法 因為泛舟需要比較特別的訓練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參加單項 所以我就參加這個Mountain Run 這樣 然後花了九個半小時這樣 還是把它完成 然後呢 經過那個之後我就想 我沒有什麼做不到的 所以我就跑了人生第一個馬拉松 第一個 就是快 我現在49歲 在快50歲的時候 跑人生第一個馬拉松 算 也算是一個 就證明自己還活著那種感覺 各位可以體會嘛 然後 跑完這個馬拉松的隔天呢 我就飛到古巴 那我跟你講我那個抽菸 各位請這個 這個不要這個 這個我只含在嘴裡而已 事實上這個我在說真的 因為那是雪茄 不能吸進去 所以這個 那個到古巴的最短的距離 其實是加拿大 因為整個美國是禁運 所以這也是我人生覺得有點特別 因為幾乎全世界應該找不到 找不太到一個地方是 在過去50年來 可以免於美國這個帝國的這個 在文化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入侵吧 在古巴是幾少數一個 所以那邊其實是 很多是對女性的旅遊的天堂 那邊很安全 所以很多加拿大的這些女性 各種年齡的都去古巴旅行 所以是滿 在那邊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然後包含機票 包含這個住宿 然後住宿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drink 這樣你們猜多少 蔡老師考驗一下 一千美金 你高估了 高估了 一千美金可以住像五星一般 五百可以 大概便宜的話一萬五台幣 一萬五台幣 大概五百 五百 五百美金 然後我就大手筆我花兩萬塊台幣 然後大概有四星的Level 沒有還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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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確實是我們宗教借力 所以沒有什麼理事也需要的 好 是的 是的 那好啊 然後所以這個去年這樣一年的主題 或者是我過去十年或者是這個人生 就是說在好奇困惑的這些問題 這樣也是這個整個東西方哲學吧 最核心的問題就問我是誰啊 那這我是誰 這個當然在比較 哲學的用法叫做自我啦 這個自我 這self 是什麼東西這樣 那這個意識 當然意識這種字眼 當然是比較當代的用法 不過古代即使沒有用 你會覺得說你有感覺 有心理狀態 有想法 我想這些都有這種意識的 這樣的現象的這種經驗 我想這個應該沒有什麼文化地域的差異吧 那當然你要再進一步去問 這樣的意識或心靈現象或自我是什麼 這個一般人不會問啦 我們大概就在這基礎上去過生活 去享受這個各種的這樣的一個悲歡離合 其實大概就可以過一個豐富的人生 那但是有些人或者是其實不少人 在有些時候還是會想一下 想起說會有點困惑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但這確實也很特別啦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物理的世界 物質的世界 那存在著有感受性的東西 這個是特別的 那存在著有我這樣 那仔細想還真的是很奧妙 那也很難過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我好像會死 那死了也不知道會去哪裡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既定的一個答案說 這個自我是靈魂 那靈魂死了以後還會繼續存在 如果你不太快相信這個 那你要怎麼辦 這樣 所以這個我想是很直接的一個狀況 在哲學宗教或怎麼樣 大概這個都是大問題 那當然我處理的脈絡是 狀況就是比較是站在 沒有特定的預設哪個宗教背景的狀況下 就是以一個常忍的狀況來 對這樣的問題產生一個困惑 然後很切身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個person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person是 其實中文也有一個對應的字還不錯 就是說這個 這中國話叫做這個 你怎麼做人 要學做人做事的道理 所以這做人他有一種在這個處事中 在人間事 在政治社會的一個脈絡 你怎麼做一個人 那這跟自我那個self應該 關係很近但是不太一樣 那個自我比較是一個 在你主觀的現象裡面感受到的那個你 比較是意識經驗裡面的你 但是這個person呢 這個做人這個人呢 比較是在一個公眾面向的 可以被指認的 可以被歸屬責任的 比如說你做錯啦 你要負責啦 那一個把責任歸屬到上面的那個東西的 那個叫人這樣 有公眾性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兩個在我比較熟悉的西方哲學裡面 大概是分兩塊領域在處理這樣 雖然大家也都常覺得這兩個關係很近 不過這我等一下再講一點 好 然後這個自我或這個人 他怎麼樣連結到這世界 跟這世界有什麼樣的一種糾葛 我在這世界要怎麼行為 要怎麼活 這大概是我大概在處理的一個課題這樣 那這課題很大 很巨大 所以我也不敢說我能做很全面的處理 只能借我有的一些緣分下來做一些探討 做這樣分享 但是有趣的是說 在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 文明的背景 會有深刻的影響 其實這是我這次做這個研究 最重要的一個出發點 那這件事是我以前 這個在當那個要升等的學者的時候 是不會注意到的 我所謂當升等的學者的意思是說 在寫學術的paper還是論文期刊什麼的 你得要在某個預設的框架裡面做操作 比如說我是做西方哲學 做銀美分析哲學 那裡面其實在探討自我或者是這個人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把這個問題說 說科化到一個程度了 說這個自我是什麼 那或者人是怎麼樣跨時間是同一個人 這等一下會講跨時間怎麼樣是同一個人 這問題的重要性 在問的時候就直接在處理這個問題 他不會再問說 你怎麼會問這個問題 你問這個問題是想要回答什麼 你是有什麼關懷 你是有什麼狀況 你才會這樣問 那後面的那個有一些預設沒有被講 但是我現在我會去看說 你是什麼樣的狀況去問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後面有什麼預設 這個我覺得至關重要 那現在就是要說 有上帝跟沒上帝的文明 他們可能都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很切身 很自然 很直接 不同文明都會問 因為你都有感受力 都有這個身體 都有這樣的一個存在的狀況 你會問 但是你的這個 來自有上帝跟沒上帝的文明 你的那種方法 你問出來的這種要怎麼回答 那個會差很多 我今天就是要來分享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 這樣 那 西方歐美世界當然是這個基督教 這個儒家啦 或者是道家啦 佛家這些 就沒有一神論的那一種 這樣的一個世界觀 這樣 那我現在就要說 那這樣不同的文明 有上帝跟沒上帝的文明呢 他在探討自我跟意識 會很不一樣 然後呢 他做的腦科學也會很不一樣 這樣 我們現在會覺得 做科學做腦科學 這是一個中立的一個科學研究 那誰來做都一樣 但是NO 不是這樣 那這個不是我做哲學 所以你會說你憑什麼講這個 我可以憑這個講 因為合作的那個Northoff教授 他自己就是腦科學的專家 所以他做得很好 那他就說這個現在主流的腦科學 就是後面有深厚的一深論的影響 那實際上他會這樣看也說 我們一起去透過合作去看到你 所以他現在是認為一個 亞洲的東方的沒有上帝的 這樣的一個世界觀呢 這樣在這基礎上做的腦科學 是比較好的 這我等一下會交代說這什麼狀況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 這任伯克跟特別是Northoff 兩個現在都是往東方看這樣 Loop to the East 那特別是這個任伯克 反正他就在中國哲學裡面 包括儒家跟道家 他說其實這兩個立場在什麼不一樣 他們都跟西方的這個探討同一性 的這樣的問題都很不一樣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這什麼狀況 我會舉很簡單的例子來講 統一性這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他很基礎 然後這個Northoff 這個腦科學教授 他最近甚至已經喊出這樣口號 叫做大腦以東方模式在運作 這樣這樣 這實在有點神氣 然後他最近寫一本書 就是右邊那一本 叫Spontaneous Brain 自發性的大腦 或者自然而然的大腦這樣 他就是認為他提出一個 類似哥白尼斯的革命 翻轉整個腦科學這樣 這本書是MIT出版社出的 左邊那本是任伯克幾年前寫的書 就在探討同一跟差異的 這樣的一個很哲學性的書 然後就是他的西方哲學的基礎很扎實 所以他就是去看到說 東方人當然有講同一跟差異這種問題 但是談法跟西方完全不一樣 那重要的是呢 這個任伯克跟Northoff 兩個人發現他們講的事情 一個在講中國哲學 一個在講腦科學 他們後來發現兩個在講的是同一件事 因為就今年 反正我就先待半年在芝加哥 後來去渡太華 所以我結束渡太華 回來芝加哥 那個Northoff就跟我一起飛到芝加哥 跟任伯克碰面 就待五天 那兩個就 因為我跟他們兩個都有談過他們的研究 所以兩個談 然後就發現他們的哲學的看法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解釋一下這樣 這個解釋完就我們需要休息一下嗎 其實是不需要 不需要 各位宗教所的這個意志力都很堅強 這樣 那個 比如說這杯子 我們講這杯子的identity identity就是它的身份 或者是它是什麼東西 就這樣 杯子做一個東西 那我們要講它的本質 或者它的這種同一性 它是什麼 那在講 在問這個問題 我們不管怎麼回答 那西方的主流其實 它在回答的時候 它就會試著去從 它有什麼性質來找 看它是圓的 扁的 那是什麼樣的體積 什麼樣的結構 你就是盯著它看 然後看它有什麼特質 來找它是什麼東西 這聽起來也還滿自然的 你在講這個的時候 你不會去講其他的 你不會看托那麼多 但是東方的會看托 東方會說 你要說這個是什麼 當然看它是什麼樣的狀況 是重要 但是其他東西可能更重要 比如說這個東東這個杯子 這東西 它可以放在桌上 那也可以放在地上 然後呢 它 我的手可以去拿它 所以它可能有某些形狀 然後它有空間 所以可以裝液體 然後我可以去拿 然後可以拿 喝裡面的液體 然後拿來喝 我會解渴 因為我口渴 我要喝飲料 所以可以解渴 所以 所以我有欲望要被滿足 那 那 那把這些關係 就是說這個 這個杯子 這個東西 跟桌子 跟這個 這個平面 然後跟我的這個 我的身體 我的手 然後跟我的慾望 都有關係 那把這關係說清楚 你才會把這個杯子是什麼 說清楚 這個 這個東方式的這樣 當然這樣的區分也許沒有很嚴格 因為 因為西方的 當然也會講它的關係是怎麼樣 但是這邊還是有一個重大差異 西方當然也會注意到這個 跟很多東西有關係 不過 滿足的有看法會認為 那些關係都比較是次要的 當然有 但是它是 contingent 我們說比較是 contingent就沒有那麼絕對一定要 來決定它是什麼 但是對亞洲的可能 要說它是什麼 它的關係性不是 contingent 不是那麼的偶然而已 他們可能是很基礎的 這樣可以嗎 這個這樣的 其實講這個我幾乎就把任伯克的這個 對中國哲學裡面講 它的基礎的哲學看法大概講完了這樣 那西方的就如同剛剛說的 那柏拉圖 蘇格拉底 它在講這東西它就是 就是會說 一它盯著這東西看它什麼 二這個物質性東西它會一直變化 它過了五年它可能就消滅了這樣 如果五年還沒有一百年一定消滅 所以它現在都一直在變化當中 所以你要確實掌握這個東西的是什麼東西 你可能要有一個杯子的理型 一個概念 那個理型是真實的 不生不滅的 這個物質世界都會變化 但是那個不會 杯子的理型不會消失 永遠存在 那個比物質世界更真實 然後人的心靈可以去掌握到那個理型 然後所以這杯子呢 之所以是杯子 它的identity 這是有那樣的一個理型 有一個杯子的理型在決定這樣 所以各種文明都要追求一種確定性 因為這世界就是在變化 甚至無常 所以追求確定性應該是我們人類活著 蠻基礎的一個需求 不過西方呢 這些文明在追求確定性 是有一點 我是覺得有一點 有點暴力 有一點力量死得有一點大 你不覺得嗎 就是要講到那麼的這種不生不滅 那種理型的世界 讓世界存在 來確保這個東西的確定性 這樣 這東西是什麼 當然他們受數學影響很深 歐吉利德的那種證明 那種數學給他們的震撼 在這基礎上去講那個理型 那不過中國或亞洲的文明 大概沒有往數學或邏輯 或這種 這麼絕對確定的那個路去走 這樣 那所以講這些關係性 然後變化其實是更基礎 可以嗎 這個應該大家有點熟悉 所以兩邊文明的出發點很不一樣 那那種追求絕對確定性 我想也跟一神論的那種上帝 是兩個是緊密關聯 因為絕對 就上帝 大概也是給一個絕對的一個 不管是命令或者絕對的標準 那數學剛好跟這樣的一種 絕對的標準 可以做蠻無縫的接軌 那這件事就很重要這樣 所以我就講剛剛的這個 這個Personal Identity這個問題 來說 有上帝跟沒上帝會有什麼樣的 重大的差別 那Personal Identity這個課題呢 在西方哲學其實還蠻核心的 就是一般中文把它叫人格統一 不過這邊人格有一點 其實跟那個人格那個Personality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啦 而是說你這個Person 他跨時間怎麼樣還是保持同一個 那這問題 其實在小時候讀泥寬的時候 他可能有看哲學書 他就有提到這樣的例子 那時候我看了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講說你如果買一雙新的布鞋 然後呢就穿了一年 那可能這個鞋帶就有點壞了 那你就去買個新的鞋帶給他換掉 那因為你很節儉 所以過了兩年你又拿一個布鞋子 買哪個部分又壞了 就買一塊布來補一補 現在的人大概不會這樣做 不過假設你這樣做好了 那過了十年呢 你每一個部分都補過了 請問一下十年後那雙鞋子還是原來那一雙嗎 這樣 這樣 那時候尼寬不知道寫什麼科幻小說 但中間就玩了這樣的一個炫技這樣 那時候小時候看了就覺得 喔 就感覺一陣暈眩啊 這樣 你就感覺一陣暈眩就表示你有遇到哲學問題 所以說這種問題你沒有直接答案 好像說是同一雙也可以 說不是同一雙也可以 那到底要怎樣才可以讓你說可以不可以 可以嗎 這就是這個哲學問題 所以這邊你要把那一個 criteria 那個是不是同一雙 identity的 criteria要找出來 那這個 criteria of identity 這個是跨時間的 就是在十年前那一雙跟十年後 這邊跨了十年或者跨了一段時間 然後這兩個是不是同一個 那這種問題再把它拓深一點說 啊人呢 我出生是小baby 然後小時候是一個這個小男孩 然後這個轉眼間過了四十九年 那我還是原來那個小男孩 我覺得是啊 就彷彿才只是昨天的事這樣 那 但是憑什麼說是 因為你的身體的細胞血液 換過幾輪了這樣 早就不是了 就身體上來看 但你如果說是 那憑什麼 你用什麼標準 這問題有點深刻喔 這這個其實 他也不好回答喔 那 那洛克在問這樣的問題 然後他問這樣的問題 也不是問好玩的而已 他問這個問題是有個很深刻的狀況 就是呢 在他的基督教信仰 就是人 死了以後有一天 耶穌會再回來 那天會有大審判 那上帝就會來定你的罪 如果你有罪的話 或者是你有做什麼好的事情 他會給你獎賞 好啊現在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上帝得要把同一個人找回來 然後 你如果去讀聖經這樣 這樣他們就做很深刻的研究這樣 就是他們 說聖經裡面也沒有明講 到底有沒有靈魂 這樣 我是沒讀那麼細 但是各位可能裡面有專家 所以這邊他們有爭議 如果沒有靈魂 因為有靈魂事情就好解決啊 就是說你死了 到你上帝把你教回來之前 你中間呢可能那靈魂存在 靈魂可能在休眠狀態 還是怎樣的 上帝要找你很容易再把他靈魂找回來 把他喚醒就好了 但假設也沒有靈魂 你死了 身體就化解了 那上帝要再把你找回來 怎麼找回來 這樣可以喔 那這問題很嚴肅 他們聽說那個 19 就是300年前 馬恩洛克活著那個年代 他們大量的神學家 最聰明的腦袋 就在探討這問題要怎麼解決 然後找各種聖經上的資料 然後用神學的思考 想要去回應這問題 那洛克的解法很有趣 既然講到這邊 就講一下洛克怎麼處理 他在西方哲學界會這麼有名 就是因為他其實滿先進的 他就這樣講 他就說 你如果是講一般的物體 Mess of matter 像一張桌子或一個杯子 講物體 或一雙布鞋 那你要講他跨時間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你就看他的這些物質的結構就好了 如果他有一個組成的成分有換了 那他就不是同一個 他把它叫數量的統一性 數量就是他的那個量上的變化 有變化就不是同一個 這個還滿嚴格的 當然他的看法可以對可以錯沒關係 但是他提這樣的看法 你要講物體性物質性的東西 就是用這種標準 這種標準我們可以用到這個Leaving body嗎 就像一棵樹 或者一隻貓嗎 如果他有一個部分 這個有變化 那他就不是同一個 可以這樣嗎 你如果一隻貓 你家裡養一隻貓 然後他跑出去玩 然後尾巴被隔壁的小航 那隻狗他的敵人咬掉 先這樣假設好了 所以他就帶著半解的尾巴這樣子 逃回來 請問一下他還是你的貓嗎 當然是 但是他已經有一部分被咬掉 那洛克說 對對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不能用這個 剛剛那一種 Mess of Matter那一種嚴格的標準 但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說 他還是同一個貓 他就說 因為這前後 這個貓呢 他是去 participate in the common life 這個common biological life 就是說 這個 這貓他就是前後 他就是 都一個 一個連續的 一個生命 一個生物上的一個 一個存在物就對了 他沒有一個biological life 那這當然有點 再抽象一點 他沒有像physical object 那麼具體 但是一個生物上的一個 一個生物體 這個還算相對 可以在經驗科學裡面被說明白 現在有趣的來了 洛克 真的滿有趣的喔 他說 人耶 人可不可以用這個標準 我跟昨天的我 是不是同一個 或我跟十年前的我是不是同一個 我們要說 他是有一個biological life 然後在那邊有一個延續嗎 可不可以用這標準 就跟貓用一樣的標準 聽起來應該還不錯吧 要用了嗎 決定了嗎 有沒有更好的 更貼切的 洛克說 我就說了 你們自己有心理的答案喔 洛克說有啊 他說因為人呢 跟貓跟動物不太一樣 這樣很不一樣 就是雖然兩個都是生物體 這一點是一樣 但是呢 人是一個thinking rational reflective being這樣 人是有理性反思意識的一個存在物這樣 這是人最特別的地方 也是最重要的地方這樣 所以你要找這個人的 同一性的標準 你當然要從這上面去找啊 所以他就 他就說 就是要用意識跟記憶這樣來做標準 所以我跟昨天的我 還有去年的我是同個我 因為我記得昨天的我做了什麼事 去年的我 其實我不太記得我做了什麼事 不過大意是這樣 他的理論在這邊會受到一點批評啦 我如果不記得去年我做什麼事 那我就不是昨天的我嗎 這樣有點麻煩 這樣有很多哲學家就批他這個 這其中一個批評 不過先不管這些來亂的 哲學就是很多這樣子 我不要說來亂的 這是這個提出嚴格的 理論上的這個一個診斷 當然你可以知道他的一個要子 那他甚至很誇張的來把這樣的 理論精神來說到位喔 他說 想像你的記憶跟意識呢 就在你切掉你的大拇指把它切掉 然後你的記憶跟意識跟著大拇指走 請問一下你在大拇指切掉以後你在哪裡 在大拇指這樣 你要說感謝阿拉 真主阿拉讓我變成大拇指 所以他常用這種 所以他蠻先進的 他用這種很科幻的一種 我們叫思想實驗來測試你 你覺得一個好的理論應該怎麼講 如果意識 記憶跟著他走 那我的人也就跟他走 這是他的一個說法 或是假設說現在有一隻鳥飛進來 然後在那邊說 這個我就是在這個馬路上跟年輕人聊天 然後被當局這個說要顛覆政府 然後所以被誓毒藥然後喝死這樣等等 那這隻鳥假設會說話 越說越多你就想 你是蘇格拉底啊 這樣 那蘇格拉底就發生這樣的事 真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隻鳥 它有所謂的蘇格拉底的記憶還有意思 然後我們就說 蘇格拉底你在這邊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他說就是由那個記憶跟意識在決定 你他的person identity 這是洛克 所以這樣他就帶回去回答 他一開始問的問題 就是說上帝要把同一個人找回來 就清楚啦 我只要把有同樣的那個記憶跟意識的 那一個東西 不管那東西現在變什麼 把它找回來就對了 所以這有點先進 你會把他講 如果他有點像電腦軟體 管他是灌在什麼硬體 只要有這個軟體 他就是同一個人 所以他就說 他這是一個 non-substance的一個看法 這樣在蔡老師給我的那個 以比心的這個神學裡面 有講到類似這樣substance 這種形上的一種體系 那在這個笛卡爾 這些包括一些西方中世紀的神學 他們這種substance這概念 是滿重要的概念這樣 就實體 實體這種概念滿形上學的 桌子椅子這個當然是物體 在這種物體 他們可能會說是一個physical substance 這樣 然後迪卡爾會說 這我們的心靈 來 像剛才路克那個說法 就是你有一個持續性的我的思考 存在那個是給另一個人 請問一下 那睡覺的時候是死人嗎 OK 我覺得他不能解釋 人睡眠的時候 上帝怎麼喚醒 睡眠中的意 那個你還是原本的你 可是按照他的定義 你沒有過去 你沒有兒童記憶 你沒有任何時間的記憶 那個你 那是一個很大的破綻 是啊 就是 你這個 批評等於是剛剛 我們已經看到他一些問題的一個在生化 就是如果 那是睡眠的八小時是每天必行 我知道 所以那八小時 這個過程 對 如果說他的定義 那個人定義是這樣 那你少三個字 是 了解 了解 洛克應該也 也聽得懂你的批評這樣 其實這也是我們做哲學的一個功課這樣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會 這時候如果我做老師我回答不出來 我就說這派你回去做這功課 如果你是洛克你會怎麼補這個洞這樣 那些解決睡眠的時候是真的沒有在運作 Conscious的你的睡眠狀態是 對 到底有沒有 是 這個要先解決嗎 對啊 對啊 那時候 對啊 很好 這也是 這問題很好 那 洛克沒有講 好像很多折一下都有講睡眠 對 我現在在 我其實剛剛在想 用他的體系要怎麼回答 因為他 他其實很聰明 他一整道體系 他應該也 應該有人問他這個問題 他應該 因為我不是洛克專家 所以我沒有做到很細的研究 看他 因為他裡面確實 因為有研究專門研究洛克的 就在那邊講很多的這些困難 要怎麼解決這樣 站在他體系去解決 因為他有那種 substance跟power power就是那種mode或property 的這種區別 就你可能有個 所以這桌子是一個physical substance 那他可能有一個power of 有堅硬的這樣的一個 power power就是一種capacity 那power是這個physical substance的一個property 所以如果有power他就能承載重量 他沒放東西 他就這個power就不會展現 但是這power還在 然後有放東西這power就會呈現 因為這東西就被hold住了 所以他的體系有這所謂substance跟power power就是mode 那我現在在想 這是說 這個意思 這種東西會不會就是說不是substance 那substance這邊可能是有mental substance 然後呢這種mental substance呢 他會有某種power 那這power呢可以產生意識 那睡覺的時候呢 就好像這桌子呢 就沒放東西的時候 他有那power但是他不展現 會不會說 這個我們人有這樣的mental substance 他有某種power 這power呢是在一些狀況下才會展現 才會有意識 比如說是醒著 啊醒著當然是 是有某種刺激或某種狀況 然後你那時候在一些互動下你有意識 等等啦 其實這還有很多問題會產生 我通常睡眠的時候 精力的都不是自己 或者說不是現實的自己 你可能會變成他 變成天空的飛鳥 變成一個樹林 變成莊舟夢靈 所以那個我跟白天的我又是不一樣 那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處處都是問題 我的感覺是這樣 很好 對 好 哲學體系本來就是 蓋起來我們初看還不錯 仔細推敲 你做理論化工作就這樣 你就很多動得補這樣 不過剛剛你說的我覺得是有點快 有點快的意思是說 在夢裡我至少自己的夢的經驗是 在絕大多數的狀況下 感覺夢裡那個我還是我這樣 要變成蝴蝶那種裝作夢蝶 那個是比較怪異的狀況 我還沒有做過這樣的夢 就是我變真的 在裡面變另外一個人 變蔡元寧 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 你知道我還是我這樣 所以那種夢真的有點特別 不是很特別 是最特別的夢這樣 但是那種夢不是不可以想像這樣 所以那種夢我覺得是可以拿出來做文章的 這也是我在上面做文章這樣 那裝作夢蝶 因為那夢很特別 不過回到大多數正常的夢的經驗 在裡面的經驗彷彿彿那個 那個我還是我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那我剛就有點想講那個Nordoff 就是他做的這個腦科學研究 他就是有一個很核心部分在處理這個問題 他的一個假說就是 我們的大腦其實在 像這本他假說就是已經觀察到的現象 他在休止狀態 Resting state 休止狀態就是你不給他刺激 你就基本上就不要想哲學問題 不要算數學 不要操勞什麼事 你就在那邊 基本上稍微放空或怎樣 在那種狀況下 大腦他還是會消掉你 你的這個大部分的能量這樣 其實他是Active的 而且消掉能量很大 所以他們有實證的研究去說 我們大概在中腦中線地區 Cortical Mirage Structure 在比較核心的部位 那個部位就是這一塊 就是你什麼都不做 他還是在高度激發的狀態 所以他的一個假說就是 這個自我 就他的神經基礎就在那一塊 這也是為什麼 你在跨時間 或者是在跨不同的一個經驗的狀況 那個基底都在 那個你就覺得我就是我 那個自我有一種恆常性這樣 我們很多狀況都在變化 經驗也都在變化 我現在在看這樣的意象 下一刻我就去看捷運的意象 再下一刻就101 再下一刻就煙火 還有我們校長這樣 晚上最好不要看到他 等等 你經驗一直在換 但是那個我 的那一種 你會覺得我還是我 那這樣的現象 他就說那是因為你那個 那個brain basis 他有一個cortical millite structure 他就是不管怎麼樣的 有沒有刺激 沒刺激或怎樣 他就是那一種 他有他的activation的pattern 等等 他那邊有一些 他早期 十幾年前的一個研究的核心的成果 大概在講這件事這樣 好 那所以也許洛克那邊 不太好處理 NOTO或者這些腦科學的專家 可以給他某些回應 不過那是 很多還可以下去挖 那 謝謝 你是哲學背景的嗎 沒有 好 那是好玩 謝謝 那這一種很適合 我很愛莊子 有莊子的課 這種很適合做哲學 因為就是你理論很快就說 這邊到處都有問題 那這邊就可以升20篇文章 你就可以很快升等 對不起我 已經被這個體制弄得有點trauma 不過我只是覺得就是說 以洛克他說的這個 是不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我們睡覺醒來以後 我們還是想 會延續昨天的事情 除非就是說 我們完全一睡覺起來 就是說 完全不記得昨天 他會不會是 因為Memory 他好像很強到這種 人的經驗的延續性 對 所以說 這個只是一個暫時的狀態而已 實際上那個我當然是說 那個繼續可以做Rational Thinking 然後 有昨天跟誰斷交了 今天宜宴還是斷交 不會說睡 睡覺一醒就變好 我都還記得 昨天我想過或做過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東西 還是延續下去 那中間 會不會是這樣 對 中間不會中斷 就是說 那他可能就不會認為這是叫中斷 我們做夢常常有一件很詭異的事 前十秒內都記得 上廁所之前早上都記得 上完廁所 哇 那麼清楚 那麼刺激 那麼香煙迷離 或者那麼恐怖的事 怎麼上個廁所完全忘了 那前一刻是你記得 後一刻是你覺得忘了 那代表這兩個是 有很不一樣的狀態 所以你不能定義這兩個是 絕對一樣 要不然你怎麼突然忘了 明明十秒鐘前你還記憶深刻 很詭異喔 是記憶深刻喔 十秒後你居然全忘光 是 這個很奇特的一個狀態 有一些人 每個人一定都會經歷過這樣的東西 所以確實洛克就是 想像這是什麼東西 他就因為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被那個萊布尼茨批評 就是說這個意識 記憶這種東西呢 他對要去決定住 你這個人有沒有是同一個 他覺得是需要啦 但是這個還是太薄弱這樣 不夠扎實這樣 所以萊布尼茨會覺得說 你需要比較substantial的這個 個real identity 那當然這樣 這樣子說 你可能還是沒有說那real substance 那個是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 還是有點 在經驗科學世界裡面 會比較難說得清楚 等等 不過這個批評是 我想就是 跟你的這樣的質疑是 有點一致 不過就是洛克的這道理論 不能小看 因為我記得幾年前 有看到一個報紙的報導 假設那報導是真的 我想應該有可信度 就是在英國 因為洛克是英國人 就是有個人會夢遊 總之他就 就這個 反正在半夜就強暴了一個女生 那 後來就被抓 然後他說他其實在夢遊 他沒有記憶 那當然法官可能有他的一些考察的方式 假設啦 細節就不知道了 假設他有一些考察 搞不好有人證 我不曉得 說他可能在方案前 走過一個 一個在高空中的一個欄杆還是什麼的 都沒有害怕 但事實上這個人可能有居高證 假設啦 結果後來是讓這個人被判無罪 這樣 像他有那個犯行這樣 所以這被判無罪 他的這個理論金屬其實就是洛克的理論這樣 因為他不是同一個人 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對 那也是會 會是同一個理論這樣 就是 不同的memory 不同的consciousness 但是另外 有另外的memory跟conscious的另外一個人格 假設有好了 假設是真的 那是另外一個人幹的 所以這邊是當夢遊是一個狀況 大概有多重人格 那也會是 到時候要定罪也會很麻煩 是這個人格犯的罪 然後 你說 假設現在出現在前面的是另外一個人格 那你到底要怎麼處罰這個人 好等等 所以這個都是問題這樣 好 那講這個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 我把它叫incongrual department 就兩個兜不起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 我們exactly就是討論這狀況 就是這一個 人格統一的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 其實 洛克是給的 說他期待 他要求其實是有點高的喔 有點硬的 有點客觀的 到底這人是同一個人 這邊有一種客觀性啊 那這樣這個要求 事實上是 沒有被明講 但是很明確 因為 洛克在探討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 沒有自覺的 站在上帝的角度 在幫上帝 找這樣的判准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 這是我這幾年來的一個 慢慢的一個體會 就是這個西方的這個學界 思想家 常常沒有明講的 去站在上帝的角度 在講事情 找客觀標準 那我再回想 我做的分析哲學很多題目 比如在研究語義 這個Linguistic meaning 我做語言哲學的 那他們 這個字詞的 meaning是什麼 意義是什麼 他們一個最常用的叫 truth condition 就是讓這個語句為真的條件 truth condition 為真的條件其實是客觀的 就是 你說 這邊有一張桌子這句話 這句話的 meaning是什麼 他說這個 meaning 就是由 讓他為真的條件來決定 讓他為真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 這邊有一張桌子 這樣的客觀的事實 其實這種分析接近有點廢話 你知道 就這句話的意義 就在於讓這句話為真的條件 那個條件就是 這個 護理事實 所以在這分析裡面 你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語句 用寫的也好 用講的也好 這樣的語句 那 meaning就是 你有一個事實 有一個physical事實 那這邊有一個 對應的關係 這樣 整個分析裡面其實可以沒有人喔 可以沒有speaker 然後兩個 然後兩個 correspond 然後沒有speaker OK 其實我唸分析哲學 語言哲學第一課就是學這個 探討什麼是 meaning 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是在幹嘛 哪裡都覺得 我有沒有miss掉什麼 但我不敢問這樣 因為 你進去到歐美 就這樣上啊 就這樣唸啊 一切是這麼的美好 但我慢慢慢慢才發現 不一定是要這樣啊 所以 回頭看 但是他背後 他們 他們真的 他們沒有障礙 至少看起來都沒有 因為背後就是 你如果站在上帝的角度 就沒問題啦 你在為這個字實 的 meaning 你找一個客觀的標準啊 你不但可以沒有speaker 你還一定要沒有speaker 由speaker進來 就有主觀性 這樣 那你在分析哲學主流 講語言哲學 你要把speaker 帶進來 解釋那個 meaning的 那些都是 反正都是 都是 馬上就變非主流 你就在旁邊慢慢玩吧 這樣 還是可以很有創建 但是你就 所以語言哲學裡面 有講metaverse metaverse deikov 這些 那 metaverse在 語言哲學裡面 就很 很末流這樣 你就把truth condition 講好了 然後再 最基礎的講好了 都用數學模型去講 然後講完再講 那個比喻metaverse 在leikov 他們是把metaverse 放語言的核心 來解釋語意 那這些人呢 分析哲學家根本不念 就直接到旁邊你們自己去玩 我後來慢慢看到這些文化人類學這樣 政治的考察 這樣可以嗎 這個 我這在分析哲學界比較沒有辦法講這樣的話 那個都是一個框架的預設這樣 那個 我那樣講會很怪 這邊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洛克 他在找quiteria of personal identity的時候 他其實就站在上帝角度在找 就客觀的 即使那個 那個條件是 意識 意識是主觀性的現象 但是 這就是他尷尬的地方 就是他 他一來很有創見 去說那個 那個 那個東西呢 那決定 那個統一的條件的東西 其實是主觀性的意識喔 記憶喔 這樣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那個東西又不夠solid 不夠客觀 來定住這個人的同一性 所以 後續的哲學家很多就是在這個 包括他自己 他就在裡面 處理不出來這樣 可以嗎 這是這個狀況 那我現在要跳進來說 事實上 他會這樣子做 然後會陷入這樣的問題 像他是 有 在一個 預設一個框架裡面在操作 那在這個操作裡面 發生了問題 你如果沒有這樣的預設 沒有這樣的框架 這問題就不會出現了 你就有另外的一個做法 這就是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做哲學或怎樣 知道對我自己的經歷的過程 就是一個跨文化的一個 一個角度會有點重要這樣 對啊 所以他第一個就是站在商機的角度 所以站在商機的角度 你就是要提供絕對客觀的標準 那標準最好有一個邏輯的 這種確定性 當代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 後續討論這問題的主流 幾乎都是這樣的預設 這樣的立場進來做 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們是這樣子做 然後他還有一個形上學的看法 這也是被預設的 就是所謂的substance跟property 或者mode 這樣的metaphysics 桌子 桌子就是一個substance 然後他有長寬膏 他有顏色 這些長寬膏跟顏色就是他的property 那這樣這樣的metaphysics 也對應到他的語言結構 This table is rectangular 你看this table 就是這個主詞 這主詞意義是什麼 這意義就是他的reference 他所指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physical object 那is rectangular是長方形的 是長方形的 這是一個predicate 是一個述詞 這述詞的意義是什麼 那意義就是 他的一個所對應到 所指到的一個property 就是長方形的形狀 你看所以這個 這套truth condition 其實好像也還滿好用 好像也滿對的 就是你就給一個客觀的條件 來說一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你就拆開 每個部分都有他的決定他的意義 他的條件 然後再組起來 然後這套語意的結構 就跟他的這套形上學的這套架構 就完全搭配 這套形上學就是substance property 這樣的形上學 很具觀 具體啊 就一個杯子 然後他有圓的 圓的一個形狀 圓的形狀就是他property the least cup is round 就整個substance property 這樣的metaphysics 然後他的meaning 他的semantics 就是剛剛說的那樣的一個truth condition 跟reference的relation 我現在講這麼多就是要講 有不一樣的文明 有不一樣的處理方式這樣 那西洋人因為就在這一套呼吸 所以他完全沒有意識到 可以有不一樣的呼吸方法這樣 這是為什麼任伯克到東方來 他會說原來這個上帝不是universal universally valid 原來可以有文明沒有上帝 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會有這種可能 然後概念 就第三個就是說 因伯克這些 這概念的確定性 這個也是一個預設 你東西就是要分類 分類就是clear cut clear cut physical object 或者是什麼biological organism 或者是這個psychological person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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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 cut 概念在西方人的體系是界線清楚的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是概念是理系 那我現在就在說這三個預設 像第一個是源頭 在東方 在我最熟悉的裝置裡面都沒有 那到沒有的狀況 他在看這同樣的現象 就有很不一樣的看法 就是這個我這一年或者是過去這二十年 弄這麼久 好像就在有點理解這樣的一些狀況 那理解這狀況 它其實有很深遠的一些影響 就影響我剛剛說的做科學的方式 這樣 那我等一下 現在是三點五十八 還可以齁 我居然還有半小時 還有一小時 不是應該是說 還是要留時間讓大家討論 好 大概二十分鐘 大概二十分鐘 好 可以 好 時間還不錯 我們就隨時討論 像剛那樣我就覺得很不錯 還有你問的問題都是洛克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那這邊是不是就是說 先做一個釐清 先做一個宗教跟哲學之間 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 因為你剛剛有一個投影片 是說有兩 東西方的兩個不同的世界觀 然後西方是God-based 然後東方是God-less-based 可是實際上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東方其實是有 不是一神是多神 也不能說完全是五神 那當然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但是那個神 跟西方的神 確實神不一樣 跟人的關係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說 也許西方的那個 一神的 那麼絕對的傳統 也會認為 東方的神不是神 對 對 再來這是一個自我 可是可能就是說 我們會 還是會細分成三種 應該是說 一神 多神跟五神 這三種觀點 可能導出來的那個 太好了 都不太一樣 會不會是這樣 謝謝謝謝 確實 那我這邊討論的確實是 呃 單一絕對的神 那中間確實多神的那樣的一個 體系 一個心上學 所以我 現在沒辦法 去 推想 一個多神的一個 一個體系 一個心上學 一個語意學 會長成怎樣 嗯 覺得這一點 有一點 有趣 是 可以再慢慢來見過一下 真的真的 那 有趣的是 鄭伯克自己 他當然反對那個 絕對 單一的那個神 那 那 因為他自己有抓 所以那個他一定要打掉這樣 嗯 但是他 他是 他是可以接受 鬼神 然後還有這個多神的狀況 這個他OK 這樣 那有個問題 光是神那個字的意思 是不是也是 就定義不同了嗎 放在一 就是西方的神 就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那個神應該長什麼樣 他的屬性 他的本質 他的神 跟在東方裡面理解的神 所以為什麼會有多神出來 那每個神呢 這就是比較宗教的問題 可是我意思說 光是那個神那個字 可能 每個人的定義就不一樣了 到底要怎麼樣他才能夠叫做神 是啊 我印象好像西方神學對 絕對獨一的那個神 他們好像有不少的爭議跟討論就是 有一些會認為說 這樣的神呢 只能用負面表述啊 之類的 因為人是有限的 所以你怎麼可能去說到這個至高無上的神 所以你頂多只能說他 他 他不是什麼 他不是有限的 當然你可以直接講他無限 不過無限這概念也有點深奧啦 有點麻煩 就是 對啊小時候我 小時候我就 我記得小學三年級 然後那時候考一題數學題目 叫做通過圓心的直徑有幾條 一個圓 然後通過圓心的直徑有幾條 那時候我們班的第一名就寫兩條 他可能是基督教的 然後第二名呢寫四條 他可能誤會直徑為半徑 所以他也是基督教的 那你們猜我寫幾條 無限 不是 沒有 沒有 不是 我寫全部條 這樣 後來答案出來是無限 無限多條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非常憤怒 就是你怎麼 對啊 你這樣你畫畫畫全部都是啊 你畫滿啊怎麼會無限 這樣 所以老師實在是虐童啊 你要一個小朋友去想像無限 那怎麼可能 所以數學上的線條是沒有寬度的 那什麼叫線條沒寬度這怎麼可能 這什麼什麼意思什麼狀況可以這樣嗎 如果無限多條怎麼辦 對啊無限多條 什麼是無限多條 電影是沒有空間的 電影是沒有空間的 對啊電影是沒有空間啊 無限多個 對啊無限多個啊 那這真的去想 你就是說 這怎麼想像啊 那什麼 如果真的問 當然你就說 就無限那就過去了 那我現在是要說 那有限我們可以想像啊 所以要說無限 無限假設我沒有辦法想像 那我就說好 那不是有限的 這樣來說無限 這樣我還不要可以接受 那些人就用這樣處理上帝啦 一個有限的人怎麼理解上帝 那就用負面表述 就用negation這樣 這是一種手法 那所以要確實 就光要講清楚這個 絕對無疑的 絕對的這個上帝要怎麼講 這本身就是不好處理 就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你今天先不要處理這個 也就是說 鄭老師講的 這些都是在西方 絕對一神的上帝觀確立之後 推演出來的東西 沒有錯 你這一套確立 但是放在五省或多省 就怪怪的 我應該只能這麼說 所以那個客觀性卻也是沒有錯 是站在上帝的視角 才能夠談的事情 對 這一點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 等一下 想要請問一下鄭老師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老師 那什麼事 是先暫時停止 暫時停止 因為我覺得老師後面 還有很多東西 可能還沒有講到 就是說尤其是 我覺得對兩個地方 比較有興趣 一個就是東方式的思考 因為老師介紹了很多西式的思考 從柏拉圖到基督教一神論 到後面的整個啟蒙運動 或是近現代的一些思考 都是西方的脈絡 那老師所謂的東方的脈絡 老師會怎麼看待的 照我的理解 老師從那種relation 關係性的思考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說把本質取消 類似這種David Hume 或者是說 後期維根斯坦的那種語言哲學 的那種 把那種本質取消的方式 來看待這個self 那你看這個self 那像David Hume他們就是說 我們沒有一個self 那個self就是一束情緒 那東方是可以這樣看嗎 尤其是從莊子來看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老師覺得說 不同於西方傳統的思考 那種末流式的思考的話 那東方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取消本質的思考 那我覺得之間就有一點 我就常常覺得說 我光是理解 那個什麼 我不理解宗教哲學 我讀過一點點心智哲學 也讀過一點點莊子哲學的東西 那莊子哲學的話 又有一種張力 感覺有一種張力 就是說 它感覺好像是說 好像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決定性的self 所以說 我們最高中博文農業後的故事 就是寄進步道 跑丁宰牛 跑丁宰牛 然後觀至此神域行為 已經沒有意識了 所以說 照這種脈絡的話 就說 老師談的自我意識與莊子 在莊子的脈絡 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無意識 可是如果說他無意識的話 又很奇怪 在莊子的脈絡 他又常常講說 有真君有真宰 而且他還說 無為定是非 他說 他不是說 他說有一個最高角度 可以 甚至我 我如果用西方的角度 去理解莊子的話 就是說有那種最高的 一道觀之物無貴賤 的那種最高角度 所以說 我就覺得說 老師這樣子理解 好像有一種張力 一方面是理解莊子 二方面是理解 二方面是理解 理解什麼是所謂的自我 三方面我還是要請教一下老師 就是說 這是另外一個 對我很有興趣的就是說 科學研究在這邊扮演的什麼差別 那也許如果說 像如果說是站在這種 西方傳統的角度的話 我們可以說 如果說符印的話 符印的那種 也許我們可以想說 我們可以等同 就是說 哪一個自我狀態 可以等同一個 腦神經狀態 那如果說 如果是這種預設的話 那是從這種這樣子方面 說科學研究 這好像也是老師剛剛提到的 科學研究的理解 那如果說是 如果是東方式的思考 或者說如果不從這種 一生論式的思考的話 那科學研究要怎麼進行呢 從關係研究嗎 從關係性來研究科學 老師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要請教老師這幾句 好 你問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 都有 都蠻切忠核心的 都要用好幾篇文章來回答這樣 這個 真 好 先說這個 先說這個 這需要三個小時 不過我用五分鐘這樣 限時一下 就東方會講那個 你說關係性那個 那個狀況 就去本質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滿好的說法 那西方的這個主流架構真的是 要講一個東西是什麼 會給它一個本質性的刻畫 那個本質常常 要嘛就給它一個理型 來來說它是什麼 要嘛就是 這個東西裡面有內藏一個性質 這性質是決定性的 來說它是什麼 那東方的當然就 不會這麼直接了當 他可能要 就是說講那個 關係性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它關係可能還有一點 有一定的複雜度 有一種網路 網絡這樣的一個狀況 來講清楚 等等 那是當我們在實踐上 在日常生活也常遇到這狀況 要講我是誰 我們不會講內在的狀況 說我是 我是這個考試第一名的 我是很勇敢的 這樣說完就說完我自己 不會 我們就說 我老爸是誰 或是怎樣怎樣 我念什麼國小 什麼什麼這樣 信什麼 信什麼等等 確實 從這些細微的差異可以看到 我們的後面的這套形上觀 可能真的長得不太一樣等等 所以亞洲人確實是可以比較 很快去領略這種關係性 在刻畫一個東西的是什麼東西上面 是還滿重要的 滿首要的 那所以順著這個在談 這個自我是什麼 那包括莊子怎麼看 David Hume怎麼看 其實我那邊莊莊夢蝶 就是在講這個狀況 就你說這整宅 你看一下 看一下 這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 事意盡以而不知其所為實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爭啊 其實在這段之前 他就在講那個 我們內心有各式各樣的心理狀態 愛感受什麼的 然後這個弄一弄啊 在那邊莫知其所蒙啊 就我不知道這心理狀態是 生生滅滅 也不知道怎麼生怎麼滅 也不知道怎麼生怎麼滅 也不是自己能掌控 然後 然後 然後仿佛有一個我啊 然後但是在這些心理狀態 在那邊生生滅滅 在那邊 找不到啊 所以就說 非彼無我 沒有這些心理狀態就沒有我 但是如果沒有我 你也沒有辦法去 對於ASIS那些心理狀態 所以 自我跟心理狀態關係很近 但是我又不知道這是什麼狀況 那彷彿 有這個真宰 我把它做自我 但是又找不到它的蹤跡 我只看得到我冷我熱我高興我痛苦 但是我看不到那個自我本身 真宰好像中驚人的感覺 找不到 怎麼東西這麼怪 這麼正確以後又看不到 怪啊 其實莊子的成就光 把這個自我的現象說到這麼到位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David Hume幾乎有一段 跟這個長得一模一樣 就這一段啊 我這邊沒有截錄 對有這邊 反正你這可以回家自己比對 我以前給我研究生看他們說 就Copy啊 其實佛教也有 我知道 我跟妳講 好好我知道 我跟妳講 我那時候看到這兩段 我給學員看他們說是Copy 那時候我就想 反正天才想的都一樣 其實兩個差1800年 是 但後來跟妳講 我後來在一個 巴克雷有一個 哲學家跟一個心理學家 雙兩系和平的教授 叫Alison Gopnik 可以Google 一個女生 很有才華 她因為中年 本來婚姻各方面親母 後來中年就中年危機 也離婚什麼的 後來就醫生給他開抗憂症的一些做法 其中一個要練瑜伽 因為他太學術了 所以他瑜伽練一天就 就順著那個去念佛學 念一念佛學無我 然後就跟他最愛的David Hume講得很像 所以他突然就開始講 這David Hume 在西方一整個脈絡怎麼會去講無我 他覺得很怪 也真的很怪 因為那時候在憂鬱 所以他也沒事做 所以他就開始考察這件事 就有點當偵探 一路考察還追到法國的修道院 對 因為David Hume是那時候 蘇格蘭派到巴黎的外交官 大家都很喜歡他 因為他們博學 很幽默 但是他其實都會偷偷做一些事 就是在這個可能有三個月的假 他就跑到離巴黎一百七十公里的一個修道院去 去那個relax 還是什麼的 去retreat 這個Allison就去考察 去考察到這修道院 原來是那時候的耶穌會 然後是整個歐洲那種最先進的學者都在那邊 然後他們裡面有人去過西藏傳教 然後把那時候全歐洲最精準的這個翻譯 把他翻譯回來 因為要傳教他們耶穌會很不錯 就是要知己知彼 後來就記載一些最有才法的傳教士回來 其實回來就回不去了 後來覺得佛法比較深遠 都偷偷改宗 有這些記載喔 然後所以這個Edison Gogh 就有點根據這些詳詞的偵探士的考察 他研判David Hume可能有翻過佛經 偷的 是 有的 所以難怪 我這邊就有一個小迷 我現在也想扮演偵探的狀況 David Hume是copy 莊子 不是copy 佛經 因為這樣你兩個去比對 所以怎麼也跟莊子這麼像啊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開始第一次報告 這個是在十年前 那時候下面有一個聽眾是林鄭果 老師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其實碩士班是寫莊子的 然後他博士班在Temple念佛學 現象學的佛學 然後他就說 是他說的嗎 他說他懷疑莊子是印度人 他的老師 就是他的印度老師說的 他的印度老師 他印度老師 看到莊子的英文化言 有奇怪 這怎麼跟 這是印度人 對啊 莊子在整個中國文壇裡面 哲學界裡面 他的書寫 他的各方面就是 就很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是 反正不是印度人就是外星人 所以David Hume 我那個文章裡面就寫 這個David Hume 討論自我大概在西方哲學界 大概排行前三名 大概柏拉圖、蘇格拉底、David Hume 或者是柏拉圖、David Hume、康德 或迪卡爾 但是我怎麼看都覺得 莊子比他強到多少 因為描述上是差不多 但是雙者描述其實更深刻 你可以自己去比對 但是描述到說找不到喔 找不到找不到 之後怎麼辦 這個才是問題的開始喔 就是這個最正確的東西 我們最正確說桌子椅子 你摸得到看得著 所以你說有 因為這建立在我們的經驗基礎 你說他有 結果現在有一個東西 比這桌子的存在更正確 就是那個所謂的真宅或自我 但是你一點證據都沒有 這就是庄子跟David Hume的功力 他把這件最玄奇的事表達出來 那表達出來之後呢 就是說這些天才把問題想到這個點 他們會停下來嗎 David Hume停下來了 那說 停止哲學思考 他沒有停止 他就下一個結論 他說那就是沒有自我 這也算有點負責喔 這樣整個看完 Evidence-based Evidence全部都指向沒有 那就是沒有啊 如果你說你有一把鑰匙 那掉了 那最有可能 你就所有的證據都指向 最有可能掉的地方就是在這個房間 那你這房間你巨細迷你全部都把它找完 你找不到這把鑰匙 那你是不是要有一個結論就是 不在房間 好啊 你不要來亂 就沒有這把鑰匙 當然有可能是不在這房間啦 有可能 好 你說假設是在另外一個房間好了 你再去找 找遍了也沒有 他就說好 那也不在那房間 好 那你再來 你說好吧 在家裡 你再到家裡找 找一找 全部翻遍還是沒有 然後呢 一開始可能是個幻覺 是 懷疑我的記憶 對 我是不是記錯我 我們根本沒有這把鑰匙 對 根本就沒把鑰匙 這是David Hume 是 就沒自我 阿庄子咧 阿庄子咧 就是 好 所以我那篇文章就在寫 庄舟夢蝶 是他重要的線索 這樣 那你要知道他怎麼論 請你去看我的文章 這樣 那篇是我的得意之作啊 這樣 但後來看還是 還是有一些可以再改的 不過 就是在那個 發現讓我整個人生走向不歸路 就是 從此 投入 庄子跟這個中國哲學的研究 我想哇這裡面 這個有很深刻的東西 就變這樣 好 那再拉回來 所以這個真宰或自我 這個東西 我想我們即使說不太清楚 也可以原諒啦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誰說得清楚 就可以那個去領獎了 Exactly就是這問題 我想在現在對哲學家 對科學家還是是個謎啊 那這也是Note of的研究 那有時候我現在要講 他怎麼看 這個Note of 然後以及 他的腦科學是怎麼做 以至於跟主流的不一樣 你看我撞中夢蝶在這邊 我那文章沒PO上來 我來找Note of的東西 這個 這個 這Note of在 今年有一篇文章 就在Physics of Life 算是生命物理學 算有點跨領域的 跨生命科學跟物理學的一個 Jail Note 有一篇paper 那他就是探討這個brain跟mind 他是不是有所謂的common currency common currency就是共同的貨幣 那那個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你如果要了解這個 國際經濟的現象 那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美元呢 是大家這種 國際貨幣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主要的交易的這樣的 主要的這個共同的貨幣 那你知道這件事 你再去看這些國際貿易 你就會比較看得懂 那同樣的就是說 那這個mind跟brain 這兩個長得這麼不一樣 那你有沒有辦法 做得比只是找他們的 correlation再更好一點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他們的common currency 就這兩個 再怎麼不一樣 他們 畢竟還是有因果的互動 你打我一下會痛 打我是一個physical的動作 痛是心裡的感覺 physical可以引起mental 然後我的感覺 比如說感覺口渴 也會引發我來喝水啊 來拿水來喝 這是一個physical的動作啊 所以mental也可以引起physical 所以physical mental可以互動啊 那supportly這種互動應該要有 共同點讓他們可以動啊 那那共同點是什麼 所以他就希望可以找共同點 那主流的認知科學或腦科學 沒有再找共同點 他們就直接找這兩種現象 的關聯性而已啊 是吧 這邊有physical brain 在那邊activation chemical 在那邊弄 這邊有認知的感受 認知的刺激 然後這邊認知刺激長這樣 這邊brain activity長這樣 correlation 他本質還是空白啊 還是沒有說他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科學研究機雖然說很厲害 但是他 那沒有很深入啊 對如果我們對mine跟brain的關係是什麼 他其實沒有講太多 根本就講很少好不好 因為這些科學家不是哲學家這樣 那他們再糟一點的就是這個心理現象也就直接否認 取消啊 這一定不是真的 因為真的的是可以觀察的 觀察就physical chemical 心靈意識觀察不到所以不存在 你說這很好笑嗎 沒有 這不少科學家跟科學家就這樣相信啊 這樣這樣 這樣 這個 那 NOTO是這樣的一個學者 就是說他有現象學的基礎 有哲學的基礎 那 所以他又相信經驗科學 所以 那他又是精神科醫師 所以他可以看病人 病人有一些狀況可以給他靈感 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察就是 他們在 時間跟空間的一些 訊息的處理上 有跟常人明顯不一樣 比如說你可能問他一個什麼問題 然後他可能回答完了 沒有一個餘韻就 回答完就停了 你知道你說 問完我什麼真宰我可能還在那邊 嗯 還在那邊享受那個回答的樂趣 回答完可能一猶未盡 還在那邊 你也可以感受到一個 一個 時間的延續 但是 憂鬱症的沒有 就 咻 咻 這樣 所以這邊給他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就是呢 你影響你意識跟心理運作的 跟時空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 common currency 他就是提那個 時間跟空間的理論 好 我這邊 好像沒有 喔 對不起 我沒有放在這個PPT 我是放在另外一個 不過基本上 他的common currency 他就講spatial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那這spatial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他 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他就在大腦 大腦你可以觀察到他一些chemical physical 的一些變化 他有時間跟空間的特質 可以吧 然後呢 他在mental那邊 因為mental你的感受 那邊也有一些時間跟空間的特質 特別是時間 你有一些duration 一些經驗 一些時間 所以他就在這邊造時間跟空間上的一些關係 他有一套他的一些比較細緻的手法 所以他把那個關係時空上在neural跟mental的那套關係 他說出一個道理 有empirical的 那又clinical的 這樣就來證明說 這兩個 他 ontologically 在存有上是一體的 是連續的 可以嗎 這個 這個還蠻 蠻ㄎ的 我是學務長 都跟學員混在一起 所以 ㄎ就是 不只有一點厲害 有一點 這個 小跳碰 真的有一點 因為一般科學家不會做這種事情 他在做形上學 under logical的事情 這是哲學家在做的 所以他是包著科學家的外衣的一個哲學家 他就常在抱怨 或者是 其實他的東西在很多主流的journo是看不懂的 直接給他推稿 雖然他是加拿大國家講座教授 所以他東西 因為做得太炫妙了這樣 所以就被推 這樣 那我是喜歡用個比喻來說他的這個研究 就有點像那個 這個坤變成棚 這是 那坤明明是魚 棚是鳥 那兩個長得很不一樣 但是其實本質上都是動物 所以 neural neural 變成mental 這兩個也長得很不一樣 但是再長得再不一樣 他還是有common currency 他都是special temporal 那在坤跟坤那個都是biological 這是他的基本的一個精髓 是這樣的一種 所以這兩個 neural跟mental對他來講是transform 那關係是transformation 其實他在兩年前他不是講transformation 他是講relation 講relation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這兩個是本質上是連在一起的東西 他是講world跟brain 這個world跟brain brain一定是世界的一部分 是relational 那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relational的關係 你這個腦才會產生自我跟意識 這是他的腦科學最特別的 主流的只會看腦他不會看世界 世界是順便的 他就看腦你這邊有什麼chemical 有什麼physical 這邊有這樣的條件你就有意識 但他說 對你可以這樣看 但是就像你看我就是這個狀況 但是你要把場景它遠一點點 你要看到我跟他 我跟我爸爸的關係 才會說我是什麼狀況 才會說得完整 腦也是這樣 你在chemical physical 你是要放到那個跟世界的關係 這樣來看他的狀況 你才會看到你該看的 可以嗎 我現在講他神韻 那個細節可以看他paper 所以他講world to brain relation 來講brain的identity 那要看到這樣的關係 你才會看到他為什麼會產生意思 我們關心的意思 所以剛講relation 那是去年的書寫的 那今年的paper他已經講 world to brain transformation 或者他更進去講special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那這transformation就是裝子的概念 就是那個畫 這也是本人相當得意的 雖然我不做腦科學 但是呢讓他用了這個 裝子的畫這個概念 作為他的腦科學的理論的核心 所以這一句話是他的 不是你的畫 這張畫 沒有我 我就是要 剛剛那個common currency 我沒有放另外一張 沒有沒有 我有一張common currency 它上面就寫special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那個堂而皇之出現在 physics of life 那樣的journal裡面這樣 所以已經變成一個理論 理論的概念 那合理啊 因為fundamentally now 的本質就是變化 這是最最基本 那他說主流的科學是這樣 他說主流的科學做法 其實他的 他的腦科學主流的 他其實是受心理學的影響 那心理學是受哲學的影響 那心理學跟哲學是怎麼看呢 他們其實都是以認知跟理性為主 認知跟概念 就跟剛剛洛克一樣 就是你看人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那一看就是人是會有理性思考的 一個存在物 那這不是多可以 這個從底卡爾 然後到蘇格拉底 柏拉圖 全部都這樣 人最重要的特質 第一他們會這樣看 他們會去找最重要的特質 會有一個本質性的一種處理 二 這本質是什麼 思考 理性 概念 這有別於動物 這是paradigm 這是starting point 所以他們做的腦科學 就直接去給人認知上的刺激 然後再看腦怎麼活動 但NOTO不一樣 NOTO看的是說 人最重要的特質是 他直接從意識經驗 意識經驗是 不是用概念講得清楚的 所以他反而是從 感覺意識這種疼痛或怎麼樣 這些跟身體性的狀況 更貼近的這種著手 因為概念你看 概念是可以用那個point 就是那種界線清楚的一些時間 這次他講時間 就是那種絕對性的時間跟空間 就是在牛頓的那種概念 去講 界線清楚的概念 對到的時間跟空間的架構 是牛頓的那種絕對的時間跟空間 講時間跟空間其實也很抽象 但是在牛頓的看法裡面 時間跟空間是客觀的絕對的存在 有時間之流這樣流過 然後它客觀存在 然後所有的東西的發生 都在時間裡面 也在空間裡面 但另外一種是 萊布尼茲或者是莊子的看法 就是時間跟空間是內在於 事物的變化裡面 所以腦它會對NOTO這套 萊布尼茲跟莊子的看法 就是腦會產生自己的時間跟空間 那世界也會產生世界自己的時間跟空間 那這兩個時間跟空間呢 就會發生連動 那這連動的關係越密切呢 你就會有意識跟自我 所以在它這邊有很多實證的基礎來說 很多知物的病人就是 這兩個時間跟空間他們的frequency 那些波動沒有連結 或連結薄弱 他這樣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做人 他可以去做動物 因為就是說 如果是針對外界的反應 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動 然後他不去處理感應的問題 他去做動物也可以 對 因為動物也有感應 對 那個更不對啊 他應該先證明動物是更好做 對 所以看動物要怎麼做 沒有啊 就是也是給它刺激 然後它會有同時性的反應 OK 你剛剛這樣講 我覺得 完全放在動物上也可 應該是 應該是要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就是說 他如果先要處理這種基礎 然後把概念性的東西 先不做 先存在不論的話 或是怎麼樣 延後的話 照講應該是這樣 先做動物也可以 對啊 是這樣 所以對他來講 就是主流的 認知科學他也沒有反對 就是說 他說他們是做上半身 就是說這些Cognition vision 這個是 是在上面 但是 這下面也要有基礎啊 那這基礎就是人跟動物可能都有的 就是他有他的這些 他腦一定有他的一定的結構 時空的結構 讓他可以產生這些意識 那 那 這個是更 更基礎的 他如果一開始都做人太複雜 我覺得 對 對 那當然 對啊 做動物看要怎麼做 我倒 這是好問題 我倒沒想過說 他怎麼不做動物 或是說動物他要怎麼做 這個 我再問一下他 對 我沒聽說他有做動物 這個人跟動物的分別 其實在他那個實驗 就是 沒有存在的地方 對 站在裝死的離場應該也沒有這個差 對 你現在要再換你 你 我要問你 我聽到現在 我覺得 Nordhof 他有一點混淆了第一人真跟第三人真 因為 他身為一個心理醫師 他其實 一直在觀察的是一個第三人真的個案 可是呢 他卻時常把第一人真硬拖出來 用第三人真來解釋 換句話說 如果 你否定的第一人真 那 當然是無疑 他先假定的這個前提 OK 好 那 同樣的 我們這樣 再看第二人真 這一個 原則上 我會理解神 他把上帝定義成第二人真 然後他把第二人真也移到第三人真去 好 我跟你講 你問的這個問題 恰恰是他最敏感 最關切的 那 這是先第一點 先來 讓你放心說 這個問題他不只有想 而且是想很深 這問題很重要 這是第一點 那 因為他自己是現象學出身的 所以他知道 那第二個是說 第一人真 自我的這種感覺 跟他 站在第三人真上面來做 觀察實驗或探討這兩個 他會這樣說就是 即使你站在第三人的角度 還是有角度 這是有點有趣的 就是我站在科學的研究 或者是怎麼樣 彷彿站在第三人的角度 那這樣就所謂的客觀 他說 沒有第三人也是有角度 所以 所以他想做的是 就是想要去 去下到 其實包括 不只第一人 還要到第三人角度的下面 去做研究 來看說 要怎麼樣的條件 才會有包括第三人角度 這樣的現象可以出來 這樣 這是他的手法 那他說 他可以做這件事 因為 下面那個層 他就會說 他是 special temporal的 transformation 然後 產生 第三人的 第一人的 第二人的 等等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 假設我們一直把那個焦點 放在第三 那你忽略的第一第二 會同樣的忽略的人 跟人道的關懷 好 那他可能會說 我把第三人的 說清楚 可能這個就在科學上是 很難突破的 我先突破這個 這是第一個 那接下來的這個第一人 他當然會有 有他的獨特性 或者跟第三人的一些 重要的差異性 那個 那個差異性 他可能 在他目前的處理 可能 還顧不太到 那或者是說他 比如說第一人的 那個角度 可能有一些 你說 normativity 一些規範性 那種人應該怎麼做 那種 逆學的那個向度 那 那個他 他現在可能 可能還處理不了 這樣 所以那個都 確實是需要處理 這樣 或者是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事實上我們的研究 只能做第三人生處理 而不是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處理 第一跟第二 OK 也許 也許 能不能處理 當然 沒人可以 確定說 是不是真的沒辦法 那 至於 當我們會好奇 就是說 如果真的沒辦法 是為什麼 當然這邊 要去說明的 任務就落在你身上 假設你這樣認為的話 那這邊 當然 要把它說清楚 也是很有學問的 像 Thomas Nagel 一個美國的哲學家 就 靠這個除名 就是說清楚 第一人稱 我們永遠沒辦法說清楚 或 一些哲學家的 創建 再過五百年 再過五千年 根據人的一些性質 一些特色 他就沒辦法講清楚 說明擺著第一人稱 這種意識現象是什麼狀況 Anyway 所以這邊 都 確實 這個 那這也是NOTO 他 有趣的地方 他當然不是全能能 全部都照顧到 但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 試著這對 所謂的意識現象 你其實放在比較薄弱的 第三人的角度 因為他覺得那邊 也不是覺得客觀 第三人你還是有角度 我客觀研究這個桌子 我還是有一個意識的角度 在這邊 所以 對這個他 去做一些科學的探討 給他一些 讓這樣的 意識角度可以出現的 那個條件給是什麼 這個 這樣的探問很科學 所以是為什麼他是個科學家 跟他講 Anyway 因為我跟他合作有點深 所以我好像都在幫他講話 那 這個請原諒我 因為這個 當然是 會就變這樣 好 那剛剛您 我是比較好奇 就是 剛剛那個 他說 Brain有自己的時間空間 他怎麼去證明 Brain有自己的時間空間 是因為他反彈那些精神病患嗎 對 但是精神病患的時間空間 怎麼可以說他沒有時間空間 對他可能有他自己的 所以這邊 比起說他證明到不 應該就是說 對時間跟空間 其實有不同的理論 有這種 絕對性的 時間跟空間 時間跟空間是絕對客觀存在 他說叫container view container就是容器 像空間 就是說 假設都沒有桌子椅子 沒有你跟我 我們還有沒有空間 然後這個空間論是說 container 容器論就是說有 空間還客觀存在 即使沒有桌子椅子 但是那個construction view 就是另外一種看法 來說no no no 如果沒有桌子椅子 沒有你我 就沒有空間 對相對 空間是相對於或內在於 東西的存在 直見一樣 好 這是兩套不同理論 然後他這邊有一點就是 採用了第二種理論家 那當然他有一些經驗跟臨床來搭配 來互相來做 來一起撐起來這樣 那臨床上面他是有這樣的觀察 就是那一躁鬱症的 躁鬱症就是 因為人可以自己產生自己的時間 那正常人狀況就是人自己產生時間 跟世界產生時間 這兩個的tempo呢 大致差不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跳舞 因為跳舞 是你去 去這個去跳音樂嗎 他不是是音樂來跳你 這樣說當然有點 就有一點說你跳 是真的有跳到那個對拍了 其實是 是你的節奏就在那個音樂裡面了 是這個 剛剛講Word of Brain 就是這個音樂來把你包在裡面 這樣或跑丁接牛 你是你跟牛兩個是在一個動態的一個整體 那你是這個整體裡面的一部分 而不是你去跟牛有什麼樣的一個 兩個互相的獨立的個體 然後你對他有什麼樣的操作 不是 是兩個是一個整體 那你是裡面的一部分 等等 那所以 躁鬱症就是 內在你自己產生的時間跟外在時間比較快 所以你就 所以躁鬱就是你就不要急 那憂鬱的就是你 內在產生時間跟外在也產生他自己的時間 因為時間內在於這些事物的變化裡面 所以世界有他的時間 我的大腦也有我的時間 然後 憂鬱症就是我的內在時間比外面的慢 這樣 等等 那這邊他當然有一些實證 臨床上的觀察 這樣 所以 因為我們是像自閉症的孩子沒有辦法跟我們溝通 所以我們也不會知道他的brain到底有沒有時間跟固件 對 因為他可能做的是還可以對話的 但是有一群是像我們講的那種 OK 對 新新來的孩子 我倒沒有看到他paper有討論自閉症的狀況 所以這有點有趣 一定他們可能一隻閉症看他們的狀況是怎樣 他們時空上應該有一些特色 應該是可以去觀察 這樣 這個我再問一下 可惜他 他如果在這邊就好了這樣 我腦袋有限 我常去他實驗室待 但是他裡面現在有大量 就是說主要是一些工程的還有數學物理的 在幫他做這樣 那些工程已經還給老師了 這樣 所以 那他的東西可以上面google 有他的paper可以看 對 那這樣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再講的 因為等於是先對話再用了一些時間 但我覺得這樣講蠻好的 就是幾乎我覺得 我覺得裡面的一些精髓大概都已經講了 大概是講得差不多了喔 所以我們的大腦的時間空間也蠻一致的 我們這些 有有有 我覺得今天這個受益良多 我覺得非常的這個 這個給我這樣 就是說 看起來這樣做的東西還算有一點 不是空的吧 是有點有趣的 至少可以這樣說 老師我不是在問你 我想要確認一下 剛講說 假設西方哲學這種人有別的東西 因為你會思考 是 那就莊子來講 他怎麼看人 是 是因為跟這個世界互動 是用關聯性來看人嗎 是 所以 其實這也是我 我現在在處理的一個狀況 那 剛剛就說 今天的主軸就是 你站在什麼角度去看事情 這個影響有點深遠 那西方人很不自覺 就站在上帝的角度在看事情這樣 所以 所以會把人看成某種樣子 比如說洛克或怎麼樣的 那人他可能就是某種 他有一些特質是客觀可以被決定的 被說清楚的 那你如果不採取上帝的角度來看事情 就會不太一樣 那莊子呢 好 那這邊 先講中國式的有兩種 一種儒家的一種道家的 這是任伯克的觀點 講出來分享 還好你有問 儒家的呢 就會 就會說 比如說 你自己怎麼看自己 這個會決定你自己是怎樣 比如說我 我這樣說好了 可能 我是個亞伊斯 就還是這樣 站在上帝的角度 亞伊斯你就客觀描述 他就在操作這個操作那個的 另外一種不站在上帝角度做客觀描述 另外一種是怎樣 就是 我自己 自覺我是亞伊斯 然後我熱愛我的工作 那我的這樣的一種 自我看自己的這個態度 決定 我 作為亞伊斯的狀況是怎樣 我亞伊斯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這樣的identity 是至少有一部分 受我怎麼看我自己的態度在影響 這樣可以嗎 我說至少 就是一些人的態度欲望 像剛說的這樣的一種 一種特質 或是一種關係性 我對我自己的關係 我以我的某種態度來看自己 這種牽扯到主觀性的態度 欲望價值 這個會形塑我自己的identity 那這個在剛說 站在上帝的角度 那個是 跟這套是不搭的 站在上帝的角度 你要有某種 絕對客觀的描述的方式 那我想講的是說 這個儒家式的 他會看你自己的這個 跟自己的態度 這樣 這是一個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 那道家的呢 或裝紙的 他會說 你要說 你要說 你自己對自己有某種看待的方式 他當然會承認會有這件事 但是呢 他會把這件事再往他的底層去看 就是你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在那邊發生 才會讓你這樣的關係性的態度可以出來 他會去看更多的條件跟脈絡 那他可能會看到你跟世界的關係 他會看更多的背景 他會看更多轉化的過程 他可能會看到 你在這種有一點正面的一個表述的狀況下 負面的一些條件 可能也是讓正面的這種事情 可以發生的必要條件 他不會只肯認這些 你正面看到的這些關係 他會看你反面的那部分 也是你正面要成立的必要條件 所以他同時看到這個的時候 他馬上就看到他的反面 他會一起看 這是倒架式的 那跟陰陽有關係 有 我可以再追問嗎 沒辦法結束了今天 你不是接著還有什麼活動 我真的太感動了 你們為什麼 五位沒有一起 只要結束了 還要跨年 還要跨年 我要拼他們的問題 你先拿在你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其他 那當然可以 沒有 我下掌可以等 我回應一下 莊子有時候說他是天 有時候他是甚至瓦利分子 甚至他說是豪梁的魚 那一開頭逍遙遊也說他是坤 他是棚 甚至是老師寫的論文 他是 到底是夢中的蝴蝶夢到他 還是他夢到他的蝴蝶 那你硬要去分是蝴蝶還是莊子 你就陷入了天地的一個大陷阱 那叫霧化 所以莊子他不霧化自己 他可以是 因為他可以是豪梁的魚 所以惠子搞不懂 你為什麼知道魚塊的 因為我就是魚 這有什麼好問的 莊子一開頭就寫了 雷去三次的這個昆鵬化 昆魚化天鵬 其實就在講陰陽 因為大概對岸有一個中什麼學者有寫出來 因為北 但是他有用錯 因為他用先天的八卦 而不是後天 因為莊子不喜歡蘆江那一套 所以他大概不是很 孔子集結賴是他不是很喜歡 但是所以 但是福西他一直在稱讚福西的先天八卦 指福西 所以北明就是坤 南明就是錢 那坤就是指人間 那個象徵南明天池的童 西南德童就是殉掛 殉掛本來就是飛鳥 飛鳥就是鳳凰 鳳凰其實跟神龍 在古代就是一種精神上的 至高無上的一個 神明的一個標準 所以他就在講 我們在人間事實上是煩惱 可以轉化為普及 是可以透過一種不要誤化自己 你可以是天上的那種脫離 你可以很自由飛翔的一個神鳳神鳥 你可以化為棚 你可以化為棚 不要 所以莊提用了很多 那個窟樓的故事 竹樓的故事 又用了很多 那種字跡被關 你想當機 你就是在人間被關 你想自由你就化為棚 化為神鳳 所以整個 其實它有很多陰陽的故事 我就是提醒一下 可能大家沒學過先天八卦 北明大概就是坤 那坤魚的坤本來就是坤 坤魚的魚 大家聽過坎魚吧 坎就是天 魚就是地 所以坎魚就是天地之樹 所以坤魚本身就是坤坤坤坤坤 坤就是坤嘛 本來就是坤 魚 古代本來就是魚 車魚的魚本來就是大地 大地就是天下萬物 就是這個意思 那坤 坤在庄子的意象裡面 他其實是等於 庄子接近楚國 他本來就是 意象就是在神鳳 因為他不想要千篇於 跟人家一樣 老子講無我 老子講無為 他不太想講這個 他就用我跟胡 這兩個來代替不同的生活 所以庄子會 你易經都講龍了嘛 易經一堆龍 在錢化 錢化有淺龍在 淺龍在 怎麼飛龍在天這一堆 所以庄子就改用一個棚 他事實上棚在易經也有出現 西南德棚 那個掛就是遜掛 遜掛就飛鳥啊 所以頂色的就是在講神夢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懂 你如果你懂得陰陽 你會發現裡面一堆陰陽的東西 包括四海的四 錢對黎陣 陣掛 就是紫月 就是附掛 就是地雷陣 就是修行一種神秘體驗 庄子裡面全部都沒有 都是神秘體驗 那你如果站在文學性 站在哲學性 你沒辦法契入庄子要的東西 那如果你站在陰陽的轉化 繼續看庄子 那會新的一番天地 會好好看 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不要物化自己 不要太局限自己 把眼光放大一點 所以看庄子會好快樂 謝謝 感謝 感謝 對 現在 對 開始慢慢進入 這個境界這樣 您的 我是想要再請問老師 就是說 老師提到了 剛提到了所謂現在科學研究 會意識跟一些時空的關係 來看那個脈絡 可是我反而是看到 我反而看到了很多 在庄子思考裡面 有很多無意識的東西 那科學怎麼去處理這個無意識的東西 比如說 我會覺得說 意識一跟世界互動 就是如果像庄子講的話 就是有帶 有沾黏 有成見 不過把它看成是意識 可是庄子描述了很多是沒有沾黏 無意識的那種情況 包括什麼鬼斧神功 鬼斧神功 神乎奇蹟 或是跑丁解牛 都是官之子 已經身體的感覺都不見了 我會覺得說 還是游刃有餘 那這會不會是一種無意識狀態 那如果是的話 那種 這種 如果是從關係這樣子的 這種科學角度的話 怎麼樣去看這個 所謂的 如果是無意識的話 那怎麼去看 這是我想 進步想到 那個想要請教老師 對啊 在經驗科學上 當然最好 因為有Nodob在 它可以直接 比較能夠扎實的回答你 那那一塊 我比較沒辦法 但是在 一些 哲學上的理解 就是說 我們跟世界互動 好像那種 如果概念是在運作的話 那用 因為跟Nodob有和諧篇文章 就是在探討時間 不同的層次 那其實是從萊布尼茲那邊 用那個架構寄來的 就來 我間接這樣來說 萊布尼茲有講三個層次的時間 一個是認知的時間 就是你用物理的或數覺的 就是你用物理的或數覺的 來說時間 就是它會有結構 會有電 非連續性的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會有一些經驗性的時間 所以庄子裡面有談到說 一隻蟋蟀可能 沒有殘 可能 他只知道 就叫了一個夏天 他不知道這個春冬 那如果一棵樹可能活五百年等等 但他又說 那你 那真的是這樣嗎 小年真的不及大年嗎 所以他那邊也是有一點說 在主觀性的經驗上 時間搞不好不一樣 搞不好有一隻蟋 叫一個夏天 彷彿好像過了一萬年 但是一棵樹或一個人 活了五百歲 可能覺得像一眨眼 所以 這邊好像有一些主觀性的時間 然後第三個層次就是 那種到的時間 或者是 用來不理直講 就是單子的時間 Monat 那有一點是世界本身的時間 這樣 那跟人的概念 或人的經驗 可以無關 那我跟他寫的文章 就是去發現 就是說 這個萊布尼茨講 這三個層次的時間 在庄子裡面 match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就論述說 庄子裡面 他可能還有注意到 第四層的時間 是來不理直沒講的 第四層的時間 就是身體記憶性的時間 記憶是那個skill 跑丁節流等等 就是說你在高度記憶的那種運動下 你經驗到的時間 可能很特別 那個時間可能是 跟認知的時間不一樣 那也跟我們一般生活經驗 那種又不太一樣 那跟道本身時間又不一樣 因為道本身就是世界自己的時間 因為你還是有一個人在運動 所以那個 第四層次那種高度記憶下的時間 就我們把它再獨立出來 所以你剛說的那種無疑似的那種狀態 可能就是在比較接近這個層次的時間 那我這樣有點間接在說 因為時間跟意識本來關係就很密切 所以說不定那個無疑似 可以用這種這個層次的時間 來做某種刻畫 這樣 就是有一個跟那個相關的 就是跟老師剛剛提到那個相關的問題 就是說莫蘭他有沒有去注意那個 比如說達賴他們跟一群科學家 在做這個打坐的時候的那種意識狀態 他們很focus在這裡 對 然後這個跟吳醫師又不一樣 或者說他怎麼樣去看哪一種品項力 因為聽起來想要處理的地方很多相關的 對 對 打坐的時候的時間 可能比較接受你講第四種記憶的時間 對對對 這我們文章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 因為莊子的文本裡面就有很多 在講他打坐的 這也是很有趣 什麼多姿體去聰明立心去之 然後統一大通 或什麼什麼的 什麼七日怎樣 又三日又怎樣 見讀啊 什麼不生不死啊 什麼的 這些一堆 那所以 所以確實 就是我們在論述上就說 這個在打坐的裡面的那種時間 可能是比較就是介於這一個那種 他比較接近運動剛高度記憶的那樣的時間 雖然一個是動態的 但一個是靜態的 他都比較接近道本身或世界本身的時間 確實 那在經驗科學上 這邊研究應該滿多的 但是我當然會比較好奇 NOTOF他這套學理怎麼去談這個現象 那他 這方面研究好像比較少 可能那個 因為 你平講最重要的是區分東西 然後東方理師頂多講路價 但是其實莊子跟這個佛教 我覺得這也是文化中間的 還是有差別 NOTOF不曉得他怎麼樣去評價 然後怎麼樣去看這個 這種文化的 對 我不太清楚 因為這樣分很 我覺得一直覺得 東西方這樣的分法很出躍 是 非常出躍 對 然後莊子可以做動方的代表 我也覺得很有疑問 OK 是啦 所以他不提到佛教也滿奇怪 尤其佛教這麼重視這一種 對 很好 是啦 因為東西方這樣分 確實因為 現在這個文化都會非常混雜 所以這樣分 確實有他的一些問題 那但是去講 東西方有一些 滿基礎的一些差異 也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你光看他的語言 的特色跟結構 就像我剛剛已經舉一些例子 那邊一些影響其實是有點深遠 你那種比如說有清楚的 subject predicate 這樣的語法結構 其實就直接影響你的形上學的架構 substance property 那 這個中文它其實可能 你說 這個它沒有清楚的主詞跟這個 predicate 可能下語 光下語 你可能就說 用英文你就可能講rain 在英文不能講rain 你知道嗎 那中文可以 中文可以說語 這樣也 也沒主詞也沒什麼這樣 就之類的 所以 所以我是說 所以這樣的一個 然後 中文不只這樣 它沒有subject 沒有predicate 它可能那個 時態 也都這個 那個亂七八糟 都很簡單 還有很多的這種 counterfactual 就是那種假設語句 英文可以寫 if I were 怎麼樣怎麼樣 中文也弄不太出來 等等 所以 它有很多 它不知道是故意還是 不是故意 或者是知道以後也沒有改善 也可能故意不改善 就是 它讓他 就是都不分 那在任伯克 它的處理裡面 它有做很多學問在裡面 就是 它有它一個 形上學上 它順著這樣去發展 然後它 不被語言污染這樣 語言 語言帶來的一些 形上學討論 可能是 讓你 陷入某種 特定的方式的看法 可能 有些狀況不錯 有些狀況 很不好 但你就限縮了 這樣 所以去強調 東西方 有一些基本的差異 也不是壞事 那也可能真的有 這樣 所以 這邊這樣的一個策略 我希望還是可以 站得住腳 這樣 那 西方當然世界 也有很多 它來自內部的一些反省 來轉化一些 它們的一些架構 那但是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樣的一個努力 可能有兩個問題 一 他們記得利益太大了 所以那個要改 很難改 那第二就是 那個 整個形上 理論的架構體系 已經太強了 那語言又長成那樣 所以也很難改 所以任伯克一個心願就是 他希望在美國 讓全部的小孩學文言文 這個人也是覺得有點瘋狂 應該找他來政大 應該 跟他所有的親力幫忙 你們政大好像有那個漢學講座 我覺得他有那個分量 他的才華夠 是 是 找他 他東西很不錯 所以他中文也是不錯 他中文其實不錯 就不管是國學的基礎 或者是講 還有包括唱歌 他如果在學術上沒工作 他在外面靠唱歌可以活下去 下次我們可以一起去唱KTV 他唱中文歌真的到位啊 而且那個歌聲非常的扎實 很雄厚 不會輸給他學術 畢竟是爸爸 是小提琴天才兒子 對 對 老師我還有想問一個問題 好 我比較差稍微遠一點 我想問的是一個 最近比較活的一個電視劇 叫做Westworld 就是西部世界 有聽過 嗯 就是他裡面講的就是 人工智能如何獲得自我意識的一個過程 好 但是我就現在想問一個問題 假如說 老師您現在坐在這裡 如何是 假如您是一個純電腦的計算機純 然後 外部給了一個input 然後 就像 同學有問問題 比如說 就相當於輸入的過程 然後 嗯 在計算機程式 然後 經過他自己的一個計算機程式的分析 然後他就output 就是 比如說 老師您給我們一個做一個 如何的解答 那 如何去判定 嗯 或者 這兩位學者就是任伯克和Northworld 嗯 他們是如何解釋這種 我們為什麼不是一個所謂的電腦程式 是 計算機程式 要不是 還是一個獨立的自我 還是 是有自我意識的一個人 是啊 是啊 你這問題就是 其實我在 因為陽明大學 我來的這個學校 是一個醫學為主的大學 那 在裡面他們就是 也都熱烈討論人工智慧 帶給他們這些醫生的巨大的衝擊 他們也都每天擔心 要不要失業了這樣 他也就是每個人歌聲 都跟任伯克一樣好 那 所以他們就說 那 我當醫生我要怎麼樣 在AI的時代可以活下來 因為你要看診要怎麼樣 很多其實 電腦可以做比好啊 那Paper他可以一天看三萬篇 等等這些 所以他們最後就說 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輕輕握住病人的手 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這樣 等等 那不可取代 那 我現在說的是說 他們這樣說是有一點有道理的 就說 這個好像沒有辦法 或者是不太容易被AI取代 那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假設這邊有一點有道理的話 所以Note of的理論我覺得就可以進來 因為他顧的是下半身 就是這個不是認知的 因為認知理性 這個資訊處理那邊 那個電腦就是最強的就是這個 一天讀三萬篇Paper那種速度 但是在這個 Special Temporal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Structure上面 他就可以處理這種比較身體經驗的 這樣的一個人的一個特色 老師您看過一個電影叫做 Mastricht 就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陸神 我不知道這邊的翻譯是什麼 所以他的大陸的翻譯叫做 那個 派克帝國 就是講的一個人 他其實是一個電腦病毒 Mastricht Mastricht 就是Mastricht 是Batrix嗎 對 那個裡面 他的這個主角 他實際上是一個電腦病毒 但他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東西 他也有 可以跟你握手跟你人各種各樣的東西 但是他作為一個超級的病毒 他違抗了所謂的一個Mastricht 的一個中樞的 就是他所謂的一個上帝的一個 一個 一個所謂為他設定的一個程序 然後他能經歷各種各樣的東西 但是他的存在就是為了 去與所謂的這些設定的東西 去進行一個反抗 然後他去那些所謂的超級的電腦程式的殺毒程序 在做對抗的時候 就是他在獲得一個所謂的一個自我意識的過程 但他也在獲得做意識的過程當中 他有實際上有某種經歷去和人去互動 或者是所謂的那些電腦的其他的程序 產生於某種互動 他是有一種顯而下的東西的 那如何判定他不是一個所謂的電腦程序呢 這真蠻難的 也不用講到電腦程序 就是我現在怎麼不是在一個蝴蝶的夢裡 一樣的狀況 其實我並不能判定自己是處於夢中還是清醒的狀態 就像剛才那位大哥說的 我們在夢醒的那一瞬十秒鐘之前 可能我們對一個印象很清晰 但是我們去喝了個水上一個廁所 那個東西就消失了 聽說哈佛有這個考題 對啊 聽說哈佛 就是我即使摸到了這個桌子 但是我可以假設我自己有外部有一個東西 讓我感覺到有這樣的認識 而這種認識也是你的外部讓我產生的幻覺 當然 這當然是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客觀現實的必然的basics 這在哲學特別西方哲學 這個問題是一直回繞 包括蒂嘎爾 包括這些 其實我們在經歷的所謂的這個世界 它是不是一個真實的沒有的東西 我們是不能回答的 是 因為我們的意識是一個黑象 我們去看它的時候 它這個東西本來是一個不可認知 如果我們進入到這裡面的話 它這個東西又變成了另外一個東西 對對對 是 那這問題我想 當然沒有一個很快的回答 不過我會這樣看就是 那要讓我們去做這種思考華語的活動 有沒有一些條件是需要先在那邊 才讓你的思考華語意識成為可能 那譬如說 對 迪卡爾沒想這問題喔 他就開始華語喔 但是我們現在退步 你在華語你要不要用到語言 你要用語言來華語啊 語言你要能講個語言 那個語言要讓它發生 你要不要有些條件 那我們是三體人 什麼 當然你可以說 我是被灌一套語言進來 所以我就會講話 當然這是一個說法 那不過被灌一套語言 就能展現語言的本質跟特色嗎 比如說如果是這樣 那為什麼現在設計出來的AI 可能在互動各方面 可能還 我不知道現在做得怎麼樣 各位騙過你 這是有名的Turing Test 就是說你一個人真的有Intelligence 就是你隔著一個房間 那你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人還是鬼 還是這個是一個機器 那你就跟他講話 那這個對打入流 你也根本不知道裡面是怎麼樣 這根本是機器 你可以通過這裡面就是人 那我現在是在說 不知道我們的這個科技發展 可不可以做到 真的可以把你騙過啦 那不過語言是不是有這樣特質 就是你之所以會這麼難 就是你給他灌一套東西 但是語言就是他在 你沒有遇到的一個新的情境跟脈絡 你可以用 你可能用得不錯 但是那種Program可能做不太到 可能啦 所以假設是這樣 當然這都還可以再增 假設是這樣 那要讓語言真的能夠發生 能成立成那個樣子 他可能需要一些條件 那條件就是 有邊緣的心靈跟意識的 這樣 這是一個 一個一個論述的方向 大概會這樣看 那Nordov他可能會說 你要這邊懷疑這邊要有意識 你可能要有一些條件才能夠有意識 那條件就要有World-Brain Relation 所以要有世界 但是他這邊的哲學工作就會變成是 那你要獨立於你的意識去講清楚什麼是世界 這個有點難講 所以他也花很多時間在那邊講 怎麼談世界本身 因為他是康德的子孫 所以他對怎麼樣 跳搓人的這個概念跟認知系統去談 系統以外的世界本身 他是很敏感的 他知道這件事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這是好問題 不好回答 是這樣 OK 我覺得好像在進行我的博士錄文口試 沒那麼嚴肅 今天看你 大家稍微時空轉換一下 真的 好 因為那個鄭老師其實非常忙碌的 他晚上應該還要跟學生有很多的互通 我們今天就暫時先 應該是還會有序 看這個樣子還要有序集的 下學期格 沒關係 那我想我們就是 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鄭老師的一個精闢的演講 跟很有耐心回答 回應大家的問題 謝謝 謝謝 大家有空來亞民大學找我玩 我在新智哲學所 或者在學務處 這樣 謝謝 謝謝 祝大家新年愉快 來 謝謝 謝謝 那就幫你們看 好 你大概要幾點到那個 好